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两会合同基调不变 台官员胁迫性加强 暴雷传闻不断 中国官方要求银行加强对万科的融资支持 杨恒均暗箭曙光 中国驻澳大使可能不处决 战争阴影下的奥斯卡金像奖奥本海默奪起奖成最大赢家 美非蓄意巴丹建港 防台湾有势撤离在台一宫 请大家收看 两会合同基调不变 台官员胁迫性加强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两会先后落幕 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周一 3月11日复立法院专案报告 称现阶段没有任何情资显示 台海紧张情势有持续升高 若有异常 将依照预应方案应处 以维持台海稳定 蔡明燕接受民进党立委罗美林质询时 进一步指出 台海安全情势的因素非常非常多 这些综合因素交杂之下 才会产生不同剧本的情境 她重申台湾国安单位严密掌握局势 并呼吁台湾民众可以放心 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台海战士一触即发的相关情资 专案报告前 蔡明燕接受媒体联访 也提出了对本届两会的观察 她表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强人领导下 两会仅是行李如宜 只有政策宣示 无法发挥实质效用 针对两岸议题 两会主要还是依照和平统一的路线 希望能够反读 促统 促容 跟反对外力的干涉 此前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两会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时 提及统一时省去了和平二字 有分析认为 这显示中国对台表述转为强硬 不过 习近平隔天的发言仍然提及和平统一一词 因此 也有专家主张 中国对台政策未有显著变化 不需过度解读 脅迫性的和平统一路线 从两会前后的对台论述看来 蔡明燕认为 中国当前对台进行的是胁迫性的合同 也就是仍以和平统一为政策路线基调 但在此基础上 对台湾的胁迫性有稍微加强力度 透过复合式的威胁来给台湾压力 蔡明燕细数所谓复合式的威胁 包含政治渗透 经济施压 军事恫吓 资安与认知作战等 此外 中国也增强了法律方面的作为 炒作两岸管辖权的争议 并伺机操作统战分化 形塑对中共有利的两岸局势 他还表示 中国近期透过种种军事 及灰色地带手段 在第一岛链周边强势维权 并且积极对外扩张战训的场域 意图改变印太地区的安全现状 他中国就是要让台湾社会 有一些对武统的想象空间或是恐惧 来达到他武力恫吓的目的 与此同时 中方也持续推出促统 促容方案 例如福建省提出21条会台措施 并把金门 厦门之间的合作 当成两岸融合的示范区 蔡明彦说 我们预判在520台湾总统就职日子的前后 这样子的压拉两手策略会持续进行 对台湾施压 来影响新政府未来两岸政策的走向 延伸阅读 中国海警船在越界台湾 预复制钓鱼台模式 金门翻船案后续 11日 蔡明彦亦被问及 中国渔船在金门水域翻复一事 她指出 所谓三无船 无船名 无船博证书 无船集港登记 对两岸双方都是取缔重点 但这次中方特意把焦点转移到管辖权的争议 且不承认尽限制水域的存在 此外 使用撞船等名词包装亦可看出政治意涵 且更重要目的是虚无化尽限制水域 记者首计 金门案后当地人的不安与淡定 针对渔船翻复案 两岸进行十几轮闭门会议 但最后协商未果 中国渔民家属拒收台方慰问金 以5日搭船返国 中方的谈判代表批评台方毫无诚意 后果要由民进党政府负责 台湾陆委会8日则表示 双方已充分表达立场 要求与期待 接下来等调查报告出炉 就会进入下一阶段协商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说 除非双方宣布说永远不谈了 否则没有破局的问题 他称两岸已有大致共识 大陆也清楚台湾的诉求 也就是尊重司法调查 台湾海委会主委管碧林5日一层强调 厘清真相是最重要的关键 也才有共识的基础 此前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曾批评管碧林隐瞒真相 据台媒报道 中方在谈判中要求领回遇难渔民遗体 被台湾扣押的船只 并要求台湾海巡公开道歉 台方则认为 调查结果尚未出炉 加上事发地点围于台湾水域 若先道歉可能有损主权 综合报道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暴雷传闻不断 中国官方要求银行加强对万科的融资支持 美国之音中文网 路透社星期一 3月11日报道称 中国监管层最近召集部分金融机构 要求大型银行加强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科 Vent的融资支持 并要求私人债权持有人与万科讨论延期 根据直接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说 中国国务院正在协调支持万科的相关工作 金融机构被要求尽快取得进展 一名匿名消息人士表示 银行要确保万科的融资 保险公司要延长私人债务的期限 并保证公募债券的还款 万科拒绝置评 中国国家金融监管局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前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中国房地产行业自2021年陷入债务危机以来 包括中国恒大集团和碧桂园在内发生一系列开发商违约 过去几周 投资者出于对流动性的担忧 纷纷抛售万科的股票和债券 万科A股一度跌超5% 港股万科企业跌幅还超过7% 交易债券跌最惨的一只超20% 报道称 这家曾被市场视为财务状况良好的开发商 正寻求与一些保险公司延展债务期限 另一名消息人士上周告诉路透社 泰康保险 国有的中国财险和新华保险等保险公司 都已收到万科的债务延期请求 彭博社3月初报道 至少两家北京的保险公司 要求其外部投资组合经理 必须密切监控万科集团的信用风险 一家人寿保险公司 还要求其退休金经理限制保险状况 万科寻求债务展期的消息 使其再次陷入长债疑云 万科是中国少数几家 拥有投资及信用评级的开发商 作为地产行业公认标杆之一 万科若不知倒地 恐将使伤痕累累的中国房市雪上加霜 为了增加资金流动性 万科还在春节前夕 折价抛售优质资产 卖出了旗下最优质的商业项目 上海七宝万科广场 且在价格上折让了近三成 根据公告披露 该商场的估值为70.6亿元 交易协议价则为52亿元 万科在上星期五 3月8日公告称 合计约6.47亿美元已存入代理行指定银行账户 将全数偿付将于3月11日到期票据的本息 应该公司称 偿付11日到期票据的本息与资金到位 星期一万科的中港两地股价连昧走升 此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杨恒均案件曙光 中国驻澳大使可能不处决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肖谦周一 3月11日与雪梨出席澳洲金融评论报举办的商业峰会时 提及杨恒均事件时 肖谦首度公开表态称 只要杨恒均不再犯罪 死刑可能不会执行 并说杨恒均的健康问题没有外界说得那么严重 肖谦表示 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完美 但他的健康问题并不像公开描述的那么严重 他也指出 中方在杨恒均被关押期间均有指派专业医生照顾 确保他的基本医疗权利得到保护 对于杨恒均被判处死缓一事 肖谦则称 此案为不同法律体系和不同文化中的个案 并解释死刑缓刑并非意味着立即执行 理论上 如果他遵守裁决和义务 并且服刑期间没有制造任何问题或进一步犯罪 那么他也有可能不被处决 延伸阅读 人质外交还是杀鸡儆猴 澳洲如何看杨恒均被判死缓 路透社报道称 中国的死刑缓执行意味着被告在缓刑两年后 罚则将自动转为无期徒刑 杨恒均为澳洲公民 2019年于广州被捕 2021年5月 在闭门判决中被中国法院裁定犯有间谍罪 并于今年2月5日判处他死刑缓执行两年 杨恒均则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杨恒均自1989年开始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10年 工作地点包括香港和华府 辞职后移居澳洲 于2002年成为澳洲公民 据早前报道 杨恒均的家属已表示不会对杨恒均的死缓判决提出上诉 家属声明形容他是政治犯 是因写文章支持自由、民主与法治精神 而遭判处死刑 并称杨恒均虽然无辜 但上诉反而可能对他不利 因为没有理由相信中国法院会纠正对他的不公正判决 另外 面对5年的非人道待遇和严重的医疗疏忽 上诉恐怕只会进一步拖延医疗救助 家属呼吁 澳洲政府应对此向中国施压 中国也应基于人道主义 让杨恒均保外就医 或是让他转送回澳洲 此前 澳洲驻中国大使馆人员探视时得知 杨恒均肾脏上有囊肿 去年10月 杨恒均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我病了 我很虚弱 我快要死了 澳洲政府多次对杨案表达不满 此缓判决公布后 还曾召见中国大使表达抗议 澳洲外长黄英贤一表示 杨案的判决结果 会阻碍澳中关系的恢复进程 并加剧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回应 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审理案件 充分保障了杨军杨恒均的各项诉讼权力 尊重并落实了澳方判事 获得通知等领事权 安排澳方旁听了案件宣判 综合报道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战争阴影下的奥斯卡金像奖奥本海默 夺其奖成最大赢家 美国之音中文网 奥斯卡颁奖典礼星期日 3月10日在洛杉矶举行 备受期待的传记片奥本海默拿回七大奖 包括最佳影片 最佳男主角 最佳导演 最佳男配角 最佳原创音乐 最佳剪辑和最佳摄影 成为本届最大赢家 最佳男主角奖 由饰演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 爱尔兰演员基里安 莫菲 Pillian Murphy拿下 好莱坞女演员 艾玛 斯通 Emma Stone 则以可怜的东西丰厚 这场电影界盛世 在乌克兰与加沙战争的阴影下展开 政治抗议活动影响了红毯活动的进行 也使奥斯卡的美光灯 转向尚未止息的战火 夺得最佳影片的奥本海默 讲述二战期间 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竞赛的故事 这部关于科学和政治的三小时历史剧 广受好评之外 还出乎意料地成为票房热门 获得超过9.5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导演克里斯多福、诺兰 Christopher Nolan 凭借此片 获得他的第一座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此前 诺兰已获得金球奖 英国电影学院奖 影评人选择奖 美国导演工会奖等 多个重要的最佳导演奖项殊荣 诺兰感谢奥斯卡授予这一荣誉并指出 电影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 我们不知道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将走向何方 但知道你们认为我是其中有意义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就是全世界 好莱坞演员 钢铁侠的扮演者小罗伯特 唐尼 Robert Downey Jr. 也通过在奥本海默的演出 获得其生涯首作《小金人》 成为他跌宕起伏演员生涯中的巅峰时刻 58岁的唐尼曾在1993年获得奥斯卡提名 但因毒品问题事业走下坡 洗心革面后 以钢铁侠重回大众事业 颁奖典礼登场之际 加沙战争引起的抗议活动 阻碍了奥斯卡颁奖典礼周围的交通 使明星抵达红毯的进度延迟 并将奥斯卡的焦点转向加沙地带 一些抗议者对试图进入颁奖典礼的人大喊 耻辱 英国导演乔纳森 格雷泽 Jonathan Glaser 以其令人毛骨悚然的奥斯维新电影《利益区域》 The Zone of Interest 用名梦想集中营拿下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 格雷泽在领奖感言中 将他电影中描绘的失去人性与当今时代连结一起 格雷泽说 这部电影探讨了所有人的暴力 展示了失去人性所导致的最坏情况 这也与当下发生的全球冲突有关 无论是10日7日在以色列的受害者 或是对加沙的持续攻击 面对失去人性之下的所有受害者 我们该如何抵制 格雷泽的发言赢得欢呼和掌声 除了加沙战争成为关注的焦点 乌克兰战争亦是如此 新闻纪录片《马里乌波尔的20天》 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乌克兰记者兼电影制片人 米斯蒂斯拉夫·切尔诺夫·斯蒂斯拉夫 得知入围消息当天 他的家乡遭到俄罗斯轰炸 切尔诺夫对俄罗斯的入侵 发表了强而有力的谈话 强调我们的心在乌克兰 这是乌克兰历史上的第一座奥斯卡奖 切尔诺夫说 我很荣幸 但我可能是站在这个舞台上 第一个说希望从未拍摄过这部片的导演 此外 日本动画片《苍鹿与少年》获得最佳动画长片 意外地击败了蜘蛛侠 纵横宇宙 台湾意为蜘蛛人 穿越新宇宙 香港意蜘蛛侠 飞越蜘蛛宇宙 83岁的日本动画大师龚罗俊 并未现身领奖 他曾在2003年凭借《神隐少女》 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 另一部日本电影 戈吉拉1.0货班最佳视觉特效奖 是日本团队首次获得这项技术奖项 为日本缔造了新记录 此文依据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美飞蓄意巴丹建港 防台湾有事 撤离在台一宫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菲律宾巴丹群岛的省长卡一科 Mary Lou Keiko 上周六 3月9日 表示 美军4月下旬将派员到该省 进一步讨论在当地 出资建造新的民用港口 凯一科在一场由非国海军 举办的活动上受访时说 若爆发台海危机 新的港口预计可用来安置 从台湾撤离的菲律宾移工 巴丹群岛是菲律宾最小省份 地理位置却是东亚地缘政治的前线 此处与台湾仅间隔巴士海峡 距离不到200公里 巴丹岛上目前最大的港口 位于西侧 新的港口则将朝向北边 面对巴士海峡 路透社去年8月曾指出 美军在当地建港 有助于美国进入面向台湾的战略要地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 Dilberto Teodoro 今年2月 曾视察巴丹群岛的海军基地工程 并把当地描述为菲律宾的先锋 宣布要强化军事部署 飞国海军中将阿达奇 Terebio Adesai上周六则表示 面对侵略威胁 飞国有必要再提升防卫能力 延伸阅读 菲律宾一点都不能少小马克思对中表态 台海危机下的撤侨方案 菲律宾外交部去年4月曾称 该国已有面对台海危机的应变计划 不过 菲律宾参议员艾米 马克思 Emi Marcos等政界人士去年6月曾要求 政府应尽快推出更全面 完整的在台移工撤侨方案 并指出印尼政府意在拟定移工撤侨计划 据台湾劳动部统计 在台菲律宾移工约有15万人 印尼移工则有超过23万人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Ferdinand Marcos Jr.去年5月曾造访华府 会见美国总统拜登 在美期间 小马克思曾向路透社指出 美非2014年签订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 EDCA 原本是为了改善灾害应对 如今有了新的功用 那就是在中国若入侵台湾的情况下 用来保障在台湾的菲律宾一共安全 当我谈论到灾害 以及菲律宾国民的撤离 指的是防御或民防性质的举措 小马克思说 EDCA协议下的基地 目的不在于进攻 也不是针对任何国家 他也补充道 美方并没有提议要求菲律宾 参与任何保卫台湾的行动 依照双方的EDCA协议 菲律宾去年额外新增了四个 临近台湾及南海的基地 开放美军使用 此前已有五个菲律宾军事基地 允许美军进入 当时中国批评 美菲此举事火上浇油 加剧区域紧张局势 延伸阅读 中非两国同意妥善管控涉海矛盾分歧 美菲联合军演将登场 在台海两岸紧张 菲律宾和中国的南海主权争端升级之际 菲律宾逐渐加强与美国等盟友的军事合作 据菲律宾通讯社及询问者Inquirer等非媒报道 今年度的美菲肩并肩 Bellickton联合军演 除了在吕宋岛中部举行综合防空飞弹演习 在巴拉望岛西部举行海上军演之外 还可能把巴丹群岛也纳入演习场所 美菲联合军演发言人洛基科 Mycological上周二五日说 如今我们实际上再往全国各关键地点推进 主要是北边和西边 在这些地方 我们可以充分展开联合行动 纳入陆海空军三大部门 还有跟我们签订条约的盟国 以及美国 非国军方表示 今年的美菲联合军演将于4月22日至5月8日登场 预计规模会比去年更大 法国 澳洲将会参与 日本自卫队亦已受邀 综合报道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中国驻澳大使 杨恒军的健康问题没那么严重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星期一 3月11日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商业峰会 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Business Summit时说 被中国拘留的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军的健康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肖谦还解释 杨恒军的死刑判决可能不会被执行 只要他不再继续故意犯罪 杨恒军因涉嫌间谍罪于2019年8月被捕 今年2月 中国北京一法院宣布判处杨恒军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判决宣布后 杨恒军选择不对死缓判决提出上诉 肖谦说 如果杨恒军遵守监禁条款 不再继续犯罪 理论上他有可能不会被处决 路透社说 这是中国官员首次公开表示杨恒军可能不会被处决 根据中国法律被判处死缓的人 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 如果没有故意犯罪 二年期满以后 简为无期徒刑 肖谦星期一还淡化了对外界对杨恒军健康状况的担忧 并表示虽然并不完美 但并不像家人描述的那么严重 他还表示 杨恒军的基本权力在拘留期间也得到了尊重 先前有报道援引杨恒军家人的话说 在被拘留期间 杨恒军的病情不断恶化 去年8月 医疗部门告诉杨恒军 他们在其肾脏上 发现了一个10厘米大的囊肿 杨恒军的家人和朋友透露 杨恒军决定不上诉应该与他的健康有关 他们当时表示 在经历了5年的非人道的待遇 和赤裸裸的医疗忽视之后 开始上诉 只会推迟获得适当的 和有监督的医疗护理的可能性 杨恒军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为外国做过间谍 他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信件中 否认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杨恒军从1989年起 开始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了10年 曾被派驻香港和华盛顿 后来 移民澳大利亚 杨的家人表示 他是一名政治犯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ong 在杨恒军被判决后 曾对记者表示 对这一结果感到震惊 他于2月初表示 澳大利亚不会放松 为杨恒军伸张正义的努力 包括确保他得到适当的治疗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教宗建议举白旗谈判 乌克兰绝不投降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接受 瑞士广播电视台 RSI采访时 就俄乌战争表示 乌克兰应该有勇气举起白旗 同俄罗斯就指战进行谈判 谈判不是一件让人羞愧的事 他说 审时夺势 考虑到民众 有勇气举起白旗谈判的一方 才是强大的一方 方几个还说 谈判从来都不只是投降 而是一种 避免把国家引向自我毁灭的勇气 在采访的另外一处 谈到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时 方几个又一次强调 谈判从来不是投降 历史告诉人们 迟早要达成一种一致 但在乌克兰 人们对举白旗 有着另外一种理解 前内政部副部长赫拉申科 Anton Harris-Schenko 在X平台上发文称 教宗不是呼吁保卫乌克兰 谴责杀死成千上万人的 俄罗斯侵略者 实在是奇怪 乌克兰前驻奥地利大使 摄尔巴 Olexander Scarba 则称 教宗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乌克兰外长 永不投降 乌克兰外交部长 库莱巴在社群平台X上表示 我们的国旗是黄澜相见的 这是我们赖以生存 死亡和胜利的旗帜 我们永远不会生起任何其他旗帜 他也 说 最强者是在善与恶的斗争中 站在善的一边 而不是试图将两者放在同一立场上 并称此为谈判的人 乌克兰希腊里天主教会大总主教摄弗丘克 周日也发出声明 强调乌克兰人不会投降 乌克兰受伤了 但没有被征服 乌克兰已经筋疲力尽 但他仍将继续坚持下去 此外 乌克兰的西方盟友也对方几个的说法予以谴责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周日接受 德媒2访问时回应 我真的很好奇他方几个在想什么 并说 世界必须有勇气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尽一切努力帮助乌克兰保卫自己 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则在X平台上发文 要求方几个也同步呼吁普京从乌克兰撤军 鼓励普丁有勇气从乌克兰撤军怎么样 和平将会立即到来 也不需要谈判 延伸阅读 教宗会晤泽连斯基 和谈方案被拒绝 范蒂刚教廷试图平息事态 澄清和解释教宗的发言 方几个的发言人布鲁尼 Mateo Bruni表示 教宗在采访中并不是建议乌克兰投降 而是希望呼吁停火 激发谈判的勇气 他还说 白旗一词不是教宗主动采用的 而是引用了采访记者提问对话中的用词 并称这意味着停止敌对行动 并通过勇气谈判达成停火 这不是投降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五 3月8日 在伊斯坦布尔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会谈后表示 应该以谈判与和平的方式结束 土耳其已准备好主办一场 乌克兰与俄罗斯都会参加的和平峰会 不过 教宗此次接受采访是在2月份 RSI电视台周末发表了采访的部分节选 德广联 路透社 欧新社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两会期间多个负债严重省市 与国有银行家会面商讨债务减免 柏林每日劲爆周日版 中国对内更为压制 对外更加咄咄逼人 泽连斯基驳斥教皇的谈判勇气言论 是遥远的调解 请大家收看 研究 欧洲武器进口量几乎是乌克兰两倍 RFI法广 乌克兰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武器进口国 法国则取代俄罗斯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武器出口国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CIPRI的一份报告显示 2019年至2023年 欧洲武器进口量较前五年增加94% 而全球武器的转移数量越有下降 CIPRI看重五年来的趋势改变 因为一些主要合约的武器交付 可能会影响年度数据 CIPRI研究员佐基奇 Katerina Jokic表示 武器进口量增加的部分原因是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在过去五年中已成为世界第四大武器进口国 CIPRI指出 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至少有30个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主要武器作为军事援助 但其他欧洲国家也增加了进口 其中较大部分来自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美国 2019至2023年期间 欧洲进口的55%来自美国 高于2014至2018年期间的35% 佐基奇表示 部分原因是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国 也是美国在开发F35战斗机等武器系统的合作伙伴 泽连斯基驳斥教皇的谈判勇气言论是遥远的调解 美国之音中文网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间接批评了教宗方济各 最近说乌克兰应该有勇气举白旗的讲话 意思是乌克兰应该同俄罗斯进行谈判 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 感谢在前线保护生命和人类 并用祈祷、交谈和行动显示支持的乌克兰宗教领导人 他说 这才是教会 他同人民在一起 而不是在2500公里以外的某地 在希望生存和希望摧毁你的人之间进行事实上的斡旋 他指的是教皇在接受瑞士广播公司RSI采访时的评论 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 库列巴·Dmytro Kuleba也在社交媒体上说 我们的旗帜是黄蓝色的 我们在这面旗帜下生活、死亡、并取胜 我们永远不该举起任何其他旗帜 他并誓言永不投降 库列巴呼吁教宗站在善良一边 不要将敌对双方置于同等地位 并称之为谈判 他还感谢教宗为和平不断祈祷 表示基辅希望教宗访问乌克兰 范蒂冈发言人马泰奥·布鲁尼·Mateo Bruni就对教宗的批评回应说 教宗敦促停止敌对 用谈判的勇气实现停火 而不是让乌克兰投降 根据瑞士RSI电视台星期六向路透社提供的上个月对教宗采访的文字和部分视频 教宗敦促乌克兰有谈判的勇气来停止与俄罗斯的战争 布鲁尼说 教宗是在回答采访人洛伦佐·布切拉·Lorenzo Barchella提出的问题时说这番话的 布切拉使用白旗一词来指代乌克兰发起的和平谈判 布切拉问道 在乌克兰 有些人呼吁投降和白旗的勇气 但其他人说 这会让更强一方合法化 你怎么看 方几个说 这是一种解释 这是真的 我认为最强一方是审时度视 为民着想 有白旗勇气并谈判的人 而且谈判应该在国际大国帮助下进行 这段采访计划 3月20日播出 红衣主教蒂莫西 多兰 Timothy Dolan 星期天告诫说 不要脱离上下文看教宗的讲话 他说 你没看全文 就永远都难懂 因为教宗说某事实 是非常细微的 他并说 教宗是建议对话 不是扼要重述 他说 教廷后来解释了教宗的讲话 他说 所以乌克兰人民要保持你们的勇气 因为这个世界 敬仰你们的勇气 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大主教 摄弗丘克 Spyatislaw Shevchak 星期天也表示 乌克兰人不想着投降 摄弗丘克在接受 美国之音乌克兰语祖的采访时说 他可能像所有乌克兰人一样 对教宗的讲话感到震惊 但是范蒂刚澄清了教皇的话 真正的意思是准备好谈判 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其他基辅官员和很多乌克兰的盟友 也强烈批评教宗的讲话 波兰外长拉德克 希克尔斯基 Rodek Sikorsky 和乌克兰驻范蒂刚大使尤拉什 Andre Eurash 两人都用二战的比喻 来谴责教皇的言论 而乌克兰一个基督教会的领导人周日表示 只有乌克兰对俄罗斯侵略的坚定抵抗 才阻止了大规模屠杀平民 希克尔斯基在社交媒体X上说 为了平衡 鼓励普京有勇气从乌克兰撤军如何 和平会立即没有谈判就发生 希克尔斯基并表示 那些呼吁谈判同时又不让乌克兰 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人 就像是二战前对希特勒绥靖的欧洲领导人 泽连斯基说过他虽然希望和平 但不会放弃任何领土 俄罗斯排除按照基辅提出的条件 进行和平谈判 本文参考了路透社 美联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两会期间多个负债严重省市 与国有银行家会面商讨债务减免 RFI法广 中国地方政府在长达十年的举债建设狂潮中 积累了巨额债务 虽然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许多地方政府 现在却在为数十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外债务而苦苦挣扎 就不仅抑制了他们部署新投资的能力 也增加了经济在新冠疫情后 努力重新站稳脚跟的压力 在北京举行的两会年度政治集会期间 辽宁省、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官员 与主要国有银行家 进行了广泛的高层债务讨论 一位熟悉辽宁与国家机构会面的银行家说 他们都是来参加两会的 顺便拜访一下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机构 但他们能坐下来进行这样的讨论 说明他们对地方减债问题的高度重视 以及现阶段还能获得什么样的金融资源 根据一份官方声明 北方铁锈地带省份辽宁的官员 周六会见了18家国有金融机构的高层银行家 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贷款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 据熟悉情况的人士称 河北省和天津市的高官 与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国有贷款机构 举行了高层会议 知情人士说 河北和天津的官员正寻求重组尚未偿还的表外债务 而辽宁的官员则希望以当地国有资产作为抵押 为一些债务进行再融资 知情人士说 在与银行会面之前 地方官员还游说了国家监管机构 希望其同意与银行接触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副董事总经理钟问全说 资产负债表外债务的压力将促使财政薄弱的省份 积极协商这些形式的债务 辽宁省、河北省和天津市政府 没有回应该报的置评请求 除公开声明外 相关银行拒绝发表评论 根据高盛的估算 中国地方政府已积累了高达94万亿人民币 约合13万亿美元的债务 其中包括被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工具的资产负债表外实体 即代表政府举债和建设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司的负债 穆迪认为 到2024年底 需要偿还的公共债券总额为3.2万亿人民币 去年 中国国务院向包括辽宁和天津在内的十多个财政最薄弱的省市派出了官员小组检查账目 北京也提供了支持 安排了超过1.4万亿人民币的专项在融资债券 帮助地方政府偿还到期的未偿还债券 这些自上而下的努力避免了公共债务违约 但分析师表示 要解决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上没有显示的隐性债务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穆迪的中问权说 债券违约的直接威胁已经得到缓解 现在的重点已经转移到解决地方政府融资机构的中长期债务上 这虽然不太可能造成一出效应 但需要更多时间来进行有效管理 在今年的预算报告中 中国中央政府誓言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 中国财政部部长兰福安周三表示 北京将通过减少地方政府融资租赁公司的数量 推动地方政府出售搁置资产 同时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 逐步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 金融时报看到了一份文件显示 在云南西南部 1153个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 如高速公路和主题公园已被暂停 新的建设工程也已停止 以限制支出并集中精力解决债务问题 云南省政府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金融监管机构也对银行 尤其是国有贷款机构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探索地方政府债务重组 尽管利润可能会受到打击 但银行知道 他们面临着优先解决债务问题的政治要求 一位与会的银行家说 你可能不会马上看到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压力 但债务解决工作 今年会给银行带来真正的压力 目前的策略 旨在通过以时间换取喘息空间来推迟眼前的风险 流亡藏人参加纪念西藏起义纪念日65周年的抗议游行 美国之音中文网 数百名流亡西藏人星期天走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街头 纪念反对中国的西藏起义纪念日65周年 500多名藏人聚集在印度议会附近 高举西藏从来不是中国一部分和中国应该离开西藏等标语口号 示威者挥舞西藏旗帜和他们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照片 并为纪念牺牲的西藏人而默哀 西藏活动人士丹增达都Tenzen Dando说 西藏几千年来是个独立国家 有自己的货币和国旗 语言 文字 服装 传统和宗教 主权西藏同世界上几个国家平等签署了一系列的条约 他进一步说 我们今天纪念起义日65周年 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内部藏人的暴行和残暴 显示我们对西藏境内兄弟姐妹们遭遇的团结 他呼吁自由世界成为无声者的声音 让西藏和藏人获得公正和自由 3月10日是藏人庆祝的一个重要日子 来自西藏血域三省的广大民众 在首都拉萨举行了自发的和平起义 西藏青年活动人士拉巴茨人Lokput Serin说 藏人纪念为西藏民族和宗教事业 献出他们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的英勇男女的爱国主义 是个重要的活动 我们在这个场合还对他们表达团结 献上我们的哀悼和尊重 以此记住他们的勇敢奉献 他进一步说 这些活动让我们的年轻一代 能够了解我们的国家和文化 了解中国如何强迫占领了它 女藏人活动人士丹增泰 强调了中国在西藏的暴行 包括水电站项目对环境的破坏 他说 1959年迄今是第65个起义日 我们每年都纪念这天 我们有很多要求 首先 中国政府必须无条件释放政治犯 他们还必须停止在西藏建设的水电项目 因为这造成很多环境破坏 他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政治犯 让西藏自由 像好邻居一样和平生活 一名要求匿名的藏人社区成员说 每过去一年 西藏起义日就增添紧迫感 因为中国人占领西藏的人权局势 继续恶化 他并说 3月10日纪念西藏人民的剥夺和他们家园的丧失 这天是显示藏人坚决抵制中国非法占领西藏 88岁的达赖喇嘛 自从1959年反对中国统治发动失败的起义 并逃离西藏后 就在印度山城达兰萨拉设置了总部 中国对西藏地区的统治 此后开始愈发严苛 印度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接待流亡藏人 达赖喇嘛否认中国的宣称 即他是一名分离主义者 说他只是推动实质的自治 保护西藏本土的佛教文化 贾尚杰 三杰赵 是美国之音 VOA中文部驻新德里特约记者 美国派船开始修建加沙码头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一艘美国陆军船只星期天前往地中海 开始在加沙沿岸修建一座临时码头 向挨饿的巴勒斯坦人 提供更多的卡车装载的人道援助 但官员们说 可能需要长达两个月才能建成并运行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 贝松将军号 General Frank S. Besson 船只从弗吉尼亚州美国大西洋基地起航 乔·拜登 Joe Biden 总统36小时前 在星期四晚间的国情咨文讲话中 宣布了这个人道努力 最终计划是在接受以色列军队检查物资 以确定没有包括给哈马斯的武器后 从附近塞浦路斯向加沙这座临时码头运送更多的粮食和医药物资 加沙没有港口设施 2007年哈马斯接管加沙以来就被以色列海军封锁 以后就很少有直接的海运 所以需要有这座临时码头 西班牙装载粮食原住的一艘慈善船只 预计很快从塞浦路斯起航 非政府组织的张开双臂 Open Arms 号说将携带200吨粮食 这艘慈善船的合作伙伴 美国的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WCK 然后将把粮食卸它到在加沙修建的一个基本码头 与此同时 穆斯林摘月星期天和星期一夜晚开始前 没有像希望的那样达成停火 哈马斯谈判人员上周离开开罗 但表示可能六周的加沙停战谈判将在几天内恢复 根据谈判的条件 哈马斯将释放剩余的一些人质 交换以色列释放几十名关押的巴勒斯坦人 并增加进入加沙的人道援助 哈马斯和以色列相互指责对方未能达成停火 以色列要求哈马斯提供人质名单 哈马斯要求彻底停战 联合国警告说 几十万巴勒斯坦人正在挨饿 因为以色列的限制和安全问题 过去五个月进入加沙的救援卡车 每天远远低于战前500辆的数量 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约旦皇家空军 星期天向加沙北部联合空投了 11500多份餐食 以及米面和罐头等食品 但官员说 空投不足以涵盖加沙巨大的食品需求 几天前 一个空投的食品托盘砸死了五人 拜登总统随着战争持续加强了批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对战争的管理 但继续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利 拜登星期六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 MSNBC的采访中说 因为巴勒斯坦平民的高死亡人数 他相信内塔尼亚胡更多的是 伤害以色列而不是帮助以色列 拜登说 内塔尼亚胡必须更加关注平民生命 因采取的行动而丧生 你无法再有三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伤亡继续增加 加沙官员说 以色列星期六晚间空袭加沙城一栋房屋 至少打死九名巴勒斯坦人 包括儿童 与民房分享的视频显示 救援人员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死者和被困伤员 一名救援人员被看见抱着一名死亡的婴儿 然后把尸体放在废墟中的一个沙发上 美联社说 15人的尸体星期天被送到中部城镇拜莱赫 德尔·埃·巴勒的主要医院 包括妇女儿童 死者亲属说 以色列炮击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东部 一座大型被驱离的巴勒斯坦人的营帐 打死了这些人 以色列很少评论战争中的具体事件 并表示哈马斯对平民伤亡负责 因为哈马斯从民用地区内行动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 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柏林每日禁报周日版 中国对内更为压制 对外更加咄咄逼人 RFI法广 柏林每日禁报周日版的评论标题是 北京威胁台湾和西方 中国的帝国主义是一个真正的危险 该报写道 中国正在变得对内更加压制 对外更加咄咄逼人 这种强权行为在南中国海体线的最为明显 中国已经在那里制造了大量的人工岛屿 并将周边国家逐出该地区 就在本周二 中国海岸警卫队再次袭击了一艘属于菲律宾海军的船只 中国使用了水炮 四名菲律宾船员在袭击中受伤 德国商业知情者网站3W.Business Insider.第一发表专家意见说 中国经济聚焦出口可能于明年引发一场新的贸易战 CNBC中国贺皮书首席执行官力兰 米勒·Leland Miller表示 中国希望改变其增长模式 让制造业发挥更大作用 这将促进出口 从而可能引发全球经济动荡和贸易战 中国已经在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池和蓄电池的生产方面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随着中国寻求转向更健康的增长模式 其战略可能会引发与其他全球经济体的追赶攀比 北京更加关注制造业 因此需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更多产品 尽管一些人认为 中国制造业已经达到顶峰 但该国仍在电动汽车制造 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等领域 继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这已导致国际冲突 比如 2023年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取代特斯拉成为全球最畅销的公司 并开始在国际上降价 以吸引买家 引起欧盟反弹 而大量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运往欧洲 现已已引发警告 称该地区最大的制造厂之一 有可能关闭 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评论道 人大会议通过的大多数法律 都是党的领导早就决定好了的 人民大会堂的全体会议大厅 可容纳上万人 就像一个巨大的剧院 中国的虚假议会和政府 受共产党的控制 比几十年前更强烈 这体现在对总理的矮话上 他甚至不再被允许 召开自己的新闻发布会 国家元首习近平 不再容忍在他身后 有任何其他声音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中国抗衡美国做准备 并巩固习近平自己的政党制度 习近平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点 书家已经是自由经济和14亿中国人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为你们带来最新的新闻内容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总结一下这些新闻 并提供一些深入的分析 首先 我们了解到乌克兰成为全球第四大武器进口国 而法国则取代俄罗斯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武器出口国 这一趋势的改变 部分原因是由于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在过去五年中 已成为世界第四大武器进口国 此外 其他欧洲国家也增加了武器进口 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 这反映了欧洲国家对自身安全的重视 以及美国在北约国家中的影响力 接下来 我们了解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间接批评了教皇方几个的言论 他表示乌克兰不会举起任何其他旗帜 只会举起黄蓝色的旗帜 这表明乌克兰人民 对自己的国家和领土的坚定立场 教皇的言论引起了一些争议 但范蒂冈发言人解释说 教皇是呼吁停止敌对 用谈判的勇气实现停火 而不是让乌克兰投降 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复杂的冲突 此外 我们了解到中国地方政府 在长达十年的举债建设狂潮中 积累了巨额债务 尽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许多地方政府现在却面临着资产负债表外债务的困扰 这不仅抑制了他们部署新投资的能力 也增加了经济在新冠疫情后努力重新站稳脚跟的压力 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减免地方债务 并与国有银行家进行商讨 这一举措旨在解决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上没有显示的隐性债务 但需要更多时间来进行有效管理 最后 我们了解到中国对内更为压制 对外更加咄咄逼人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担忧 中国制造了大量的人工岛屿 并通过军事手段将周边国家逐出该地区 中国还在加强制造业 希望通过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 这可能引发贸易战和全球经济动荡 中国的强权行为和对内对外的压制 已经引发了一系列国际冲突和争议 根据以上新闻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 乌克兰战争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等问题 都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这些问题涉及到国家安全 经济发展和人权等多个方面 需要我们继续关注和讨论 现在 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1980年代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图书馆的夜晚诗歌朗诵 字里行间的情感风暴 二实验室的奇妙化学魔法秀 试管里的彩虹 三操场的月光音乐会 星光下的旋律共鸣 耐磨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图书馆的夜晚诗歌朗诵 字里行间的情感风暴 当夜幕低垂 星辰点缀着天际 图书馆这座知识的殿堂 便悄然转变成了一个神秘的舞台 在这里 书架成为了观众席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寂寞的听众 等待着诗歌朗诵的情感风暴 席卷而来 想象一下 图书馆的夜晚诗歌朗诵 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在这个晚上 诗人们和爱好者们汇聚一堂 他们的声音在书架间回荡 字里行间的情感像是被施了魔法 变得栩栩如生 这不仅仅是一场网诵 这是一次心灵的交流 是文字与情感的完美融合 想象中的故事 可能是这样的 在图书馆的最深处 有一位老图书管理员 他的眼镜总是滑落到鼻尖 他知道每一本书的故事 也知道每一位常客的喜好 他是这个夜晚活动的幕后推手 他用心挑选诗歌 就像是调配一杯复杂的鸡尾酒 既要考虑到味道的层次 也要照顾到每一位听众的口味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图书馆内的灯光变得柔和 朗诵者们开始登台 他们中有的声音温柔如风 有的则热情如火 他们用不同的节奏和音调 将诗歌的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位朗诵者的声音 可能像是夜晚轻浮过树梢的微风 而另一位则可能如同狂风暴雨般激昂 听众们闭上眼睛 让自己沉浸在这场情感的风暴中 他们可以感受到世人的忧郁 激情 渴望和失落 就像是在经历一场心灵的旅行 图书馆的书籍 也似乎在这个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他们的故事和诗歌的情感交织在一起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独特的世界 在这样的夜晚 你可能会听到莎士比亚的诗句 在历史书籍区回响 或是普希金的书情 在外国文学区飘荡 每一句诗 每一个字 都在图书馆的夜晚空气中跳跃 它们不仅仅是文字 它们是活生生的情感 是人类灵魂的共鸣 最终 当朗诵会落下帷幕 图书馆再次恢复宁静 但那些被诵读出来的诗句 仍旧在空中徘徊 就像是一场未完的梦 图书馆里员微笑着整理着桌椅 他知道 知道明天 图书馆又会恢复他日常的样子 但今晚的情感风暴 将永远留在那些参与者的心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实验室的奇妙化学魔法秀 试管里的彩虹 各位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 实验室里的小魔法 试管里的彩虹 这个实验不仅仅是一个视觉盛宴 它还是化学原理的完美展现 当然 如果你是那种喜欢在实验室里 寻找隐藏的宝藏的人 那么这个实验 就像是找到了化学家的秘密地图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实验的基本原理 试管里的彩虹 是一个展示密度差异的经典实验 我们通过将不同浓度的糖水层层叠加 创造出一个色彩分层的效果 这就像是在试管里叠的一个糖果屋 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味道 但请不要真的去尝试它 实验室的化学品可不是用来品尝的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实验的步骤 首先 我们需要准备几种不同浓度的糖水溶液 并且给每一种溶液加上不同的实用色素 这就像是为每一位化学分子 准备了一套华丽的舞会服装 接着 我们要小心翼地将这些溶液 按照密度从高到低的顺序 加入试管中 这个过程需要非常稳定和精确的手法 就像是一位魔法师在施展它的法术 当所有的溶液都被小心地层层叠加之后 一个美丽的试管彩虹就诞生了 从红到橙 从黄到绿 再到蓝和紫 每一层都清晰可见 庞福告诉我们 化学的世界就是由这些缤纷的元素和分子组成的 但是 这个实验不仅仅是为了好看 它还能教会我们许多关于溶液 密度 分子间作用力的知识 比如 卫视魔较重的溶液会留在底部 而较轻的溶液会浮在上面 这是因为 重力对于密度较大的物质有较大的吸引力 这就像是在社交场合中 总是有些人喜欢待在角落里 而有些人则喜欢站在聚光灯下 总之 试管里的彩虹 不仅仅是一个实验室里的小把戏 它是化学原理的生动展现 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下次当你看到这个实验室 不妨想想 那些隐藏在色彩背后的科学奥秘 而现在 让我们给这场奇妙的化学魔法秀鼓掌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操场的月光音乐会 星光下的旋律共鸣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操场的月光音乐会 星光下的旋律共鸣 首先 我得说 这个概念听起来 就像是从某个浪漫的青春小说里走出来的 不是吗 想象一下 在一个温暖的夜晚 月亮高旋 星星点点 一群人聚集在学校的操场上 准备在星空下 享受一场音乐盛宴 首先 我们得承认 操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音乐会场地 它通常是运动员和体育老师的天下 白天充满了跑步的脚步声 和球类运动的呼喊声 但是 当夜幕降临 这个空间就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变成了一个开放的音乐厅 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和对传统空间功能的重新定义 想象一下 你坐在那里 可能是在一张折叠椅上 或者更随性一些 直接坐在草地上 音乐家们开始调试他们的乐器 小提琴的琴弦被轻轻拉响 钢琴的琴键开始跳动 而这一切都在没有天花板的房间里进行 只有天空作为背景 这种设置 本身就是对音乐会经验的一种挑战 它要求观众 以一种更加放松 和非正式的态度来接受音乐 但是 别忘了 我们是在户外 这意味着 有可能会有一些扑苏之客 我不是说那些没有买票 就想溜进来的人 而是指那些飞来飞去的昆虫 和偶尔探头探脑的小动物 这些小家伙 可能会对音乐感到好奇 也可能只是在寻找晚餐 但无论如何 他们都成为了这场音乐会的一部分 现在 让我们谈谈音乐本身 在这样的环境中 音乐不仅仅是声音的传播 它还与自然界的声音融合在一起 你可能会听到远处的狗吠声 或者树叶在微风中的沙沙声 这些都为音乐会增添了一层额外的纹理 而且 不要忘了月光和星光 他们为音乐提供了一种视觉伴奏 让整个体验更加梦幻和多维 最后 我想说的是 操场的月光音乐会 可能不会有歌剧院的华丽装饰 也没有音乐厅的完美声学设计 但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社区感和亲密感 它让人们走出家门 与邻居一起在星光下 共享音乐和美好时光 这种体验是无价的 因为它提醒我们 音乐和艺术 不仅仅存在于高高在上的殿堂里 他们也属于每一个人 属于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 所以 下次有机会参加操场的月光音乐会时 不要犹豫 带上你的毯子 一瓶好酒和一颗愿意在星光下共鸣的心 谁知道呢 也许你会发现自己 在这样的夜晚 与音乐 自然和周围的人们 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联系 对于这些非传统的艺术活动 我们不应该只是坐在一旁观看 而是要积极参与其中 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一场表演 而是一种将艺术带入我们生活的方式 这些活动让我们重新思考艺术的界限 让我们发现艺术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 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创新的艺术形式 因为它们让艺术变得更加亲民化和多元化 它们将艺术带到了公共场所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和参与艺术 它们打破了传统艺术场地的限制 让艺术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存在 所以 我想问问你们 对于这些非传统的艺术形式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喜欢这种将艺术带到我们生活中的方式 你是否愿意参与其中 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经历 让我们一起探讨 并一同享受这个多彩的艺术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传奇故事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悬崖上的乌发公主 日本的高空爱情 二 巨龙的宝藏与失落村庄 威尔士的火焰传奇 三 橡树精灵的隐形斗篷 爱尔兰的森林秘密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悬崖上的乌发公主 日本的高空爱情 各位亲爱的学生 历史爱好者 以及偶然迷路到这里的网络游民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让人心跳加速 又让人头皮发麻的话题 悬崖上的乌发公主 日本的高空爱情 这不是一个关于极限运动的故事 而是一段古老日本的爱情传说 充满了浪漫 危险 以及那种只有在日剧中才会出现的戏剧张力 在日本的传说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美丽的公主 她们不仅拥有令人羡慕的长相 还经常住在一些让人难以接近的地方 比如说一座悬崖边上的城堡 这些地方通常被视为是爱情的试炼场 只有真正勇敢且心怀真爱的人 才能够克服重重困难 赢得美丽公主的芳心 想象一下 一位英俊的年轻武士 为了追求他的梦中情人 必须攀爬峭壁 避开险恶的野兽 甚至可能还要和一两个极度的邪恶巫师对抗 这位武士的爱情之路 绝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 而是一条充满了贤祖的山径 但是 正如我们所知 爱情的力量是强大的 它能够让人们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勇气和力量 这些故事 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 它们还承载着深刻的文化意义 在日本文化中 这种对爱情的考验 象征着对忠诚和沉默的重视 这位乌发公主 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奖赏 她代表着一种理想的爱情 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和困难的克服才能够达成 当然 我们今天谈论这些故事时 不免会带着一丝幽默 毕竟 如果你的女朋友 住在一座悬崖上的城堡 你可能会希望 她至少能够考虑一下安装电梯 或者开个后门 方便你进出 不过 这也提醒我们 有时候爱情就是需要一点冒险精神 不是吗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有人说 他们的爱情故事 像是攀爬悬崖一样艰难时 你就知道 他们可能在比喻中 带着一丝日本古典爱情 故事的影子了 而我们 作为欣赏 这些故事的人 可以在安全的距离上 享受这些高空爱情 带来的刺激和浪漫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巨龙的宝藏与失落村庄 威尔士的火焰传奇 各位亲爱的学者 探险家 以及传奇爱好者 今天我们 要来谈谈一个 让人既兴奋又头疼的话题 巨龙的宝藏与失落村庄 威尔士的火焰传奇 这个故事 有着浓厚的神秘色彩 而且 说实话 如果你相信 巨龙不只是喜欢烤羊肉串 那么这个故事 可能会让你热血沸腾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巨龙 在威尔士 巨龙不仅仅是一个神话生物 它是国家的象征 红龙更是威尔士国旗上的主角 根据传说 这些巨龙 不仅有着强大的力量 还拥有无穷的智慧 它们会在山洞或地下宫殿中 积累金银珠宝 这就是所谓的巨龙的宝藏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 那个失落的村庄 据说 在威尔士的某个偏远山谷中 曾经有一个村庄 村民们和睦相处 生活得非常幸福 但是 有一天 一条贪婪的巨龙 发现了这个村庄 并决定将它作为 自己的私人储藏室 这条巨龙用火焰摧毁了村庄 将所有的财宝 都搬到了一个 只有它知道的秘密地点 从此 那个村庄就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些老旧的传说 和一地的谜团 现在 这里就有趣了 你可能会想 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的 哦 亲爱的朋友 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多年来 有无数的探险家和宝藏猎人 试图找到这个失落的村庄 和巨龙的宝藏 但无一例外 他们都失败了 有人说 这是因为巨龙 施加了某种魔法 使得宝藏 永远隐藏于人类的视线之外 当然 作为一位学者 我必须指出 这些故事 很可能是对历史事件的 神话化解释 也许那个村庄 曾经因为自然灾害 或战争而被摧毁 而巨龙和宝藏的故事 则是后人为了给这些悲剧 增添一点浪漫色彩而创造的 不过 谁不爱一个好的宝藏故事呢 其实我们知道 巨龙可能只是传说中的生物 但在威尔士那些古老的山谷 和神秘的城堡中 寻找宝藏的想法 仍然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 和冒险精神 毕竟 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 在每个传说背后 总有一些真实的火花 或者在这个案例中 应该是火焰吧 所以 如果你下次去威尔士旅行 不妨也加入 寻找巨龙宝藏的行列 谁知道呢 也许就是你 能够解开这个古老谜团 找到那个失落的村庄 和隐藏的财富 只是别忘了 带上一个好的火焰灭火气 万一真遇到巨龙 至少你还有应对的办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橡树精灵的隐形斗篷 爱尔兰的森林秘密 各位亲爱的学子 和森林冒险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 非常神秘 且引人入胜的主题 橡树精灵的隐形斗篷 爱尔兰的森林秘密 这个主题 哦 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它是爱尔兰丰富民间传说的一部分 是那片绿色岛屿 上古老森林的灵魂所在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橡树精灵 在爱尔兰的传说中 橡树精灵被认为是森林的守护者 他们是自然界的精致工匠 负责维护树木的健康 和森林的和谐 但是 这些精灵并不喜欢被人类看见 所以 他们拥有一件神奇的装备 隐形斗篷 现在 我们来谈谈这件隐形斗篷 据说 这斗篷是由最纯净的露水 蜘蛛丝和第一缕晨光编织而成的 当橡树精灵披上这件斗篷时 他们就能够在人类的眼皮底下自由穿梭 而不被发现 这可不是Harry Potter的隐形斗篷 但它同样充满了魔法和神秘 爱尔兰的森林 尤其是那些古老的橡树林 是这些故事的发源地 这些森林拥有一种神奇的氛围 让人感觉 彷復穿越了时空 回到了一个充满妖精和精灵的古老时代 如果你在黄昏时分 漫步于这些森林中 你可能会听到 树叶轻轻的沙沙声 那可能就是橡树精灵在忙碌的工作 或者是他们在玩耍 但是 别指望能够捕捉到这些精灵的身影 他们可是非常狡猾的 有人说 如果你真的很幸运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小小的闪光 或者是一个微小的影子 在树间跳跃 但那也可能只是你的想象 或者是夕阳的最后一丝光芒 在树叶间跳舞 爱尔兰的森林秘密深藏不露 就像是哪些精灵的隐形斗篷一样 这些故事和传说 无论是真是假 都为爱尔兰的自然景观 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所以 下次当你踏入爱尔兰的森林 记得尊重那些看不见的守护者 也许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只是你看不见他们而已 最后 我们不妨对像树精灵说一声谢谢 感谢他们 在不被看见的情况下 仍然默默守护着我们的森林 毕竟 谁不喜欢一个好的神秘故事呢 尤其是在一个悠长的爱尔兰夜晚 围坐在壁炉旁 享受着一杯热腾腾的爱尔兰咖啡 或是一小杯浓郁的爱尔兰威视纪室 Cheers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探讨了三个充满魔法和神秘的故事 日本的高空爱情 威尔士的火焰传奇 和爱尔兰的森林秘密 这些故事不仅带给我们刺激和浪漫 还反映了不同文化中 对爱情 冒险和自然的追求 在日本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爱情的力量和勇气 以及对忠诚和承诺的重视 在威尔兰的故事中 我们追寻着宝藏和冒险的激情 即使我们知道 这些故事可能只是传说 但这种追求 仍然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和冒险精神 在爱尔兰的故事中 我们感受到了自然的神秘 和与精灵共存的美好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人类的想象力是无穷的 它能够让我们超越现实的界限 探索未知的领域 所以 不管你是喜欢浪漫爱情 寻找宝藏 还是沉浸在神秘的自然中 这些故事都能够满足你的好奇心 和冒险精神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故事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冒险故事 或是想要分享的文化传说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一起分享 一起创造更多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我们下次再见 在我们的下一次冒险中 记得带上你的想象力和冒险精神 直到那时 保持好奇心 保持探索的热情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的节目的播放列表 已经放在了节目的信息介绍区 请大家点击播放列表 就可以不错过节目 那今天继续聊 中美两国之间的间谍斗法 这几天几乎是一天好几起案件 太密集了 那在外交部昨天的 例行记者会上 外国记者也紧定这个话题 问毛宁 其中就提到了 我们刚刚解析过的 这个谷歌姓丁的这个员工 对吧 那毛宁说不了解情况 不知道 但我们一直尊重知识产权 也会维护相关人士的 中国人士的利益 这都是套话 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 姓丁的这位做了这个事情 那另外一位 被外国记者提起的 就非常有意思 是美国人 是美国人 特别有意思 谁呢 陆军情报分析员 持有绝密安全许可的 科尔滨 说谁 科尔滨 说尔茨 他 本周四 七号 被控向其居住在香港的同谋 出售敏感国防信息 在 坎贝尔堡 军事基地被逮捕 起诉书称 说尔茨 从2022年6月开始 就向香港联系人提供了与美国国防有关的文件 地图和照片 并因此获得了多少巨款 大家知道吧 4万2000美元 这些敏感信息 是提供给了中国 那这里面包括什么呢 很牛 他泄露的情报里面 有关于美国在台湾遭受军事攻击的时候 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 这够机密吧 绝顶机密 还包括什么高机动火炮火箭系统就是大家俗称的海马斯 这是用在乌克兰反击俄罗斯侵略的时候 这个战争里面 这是主要的美国支援乌克兰的武器 这方面的文件都被这个家伙 刚刚提到了这位卡尔滨舒尔茨 卖给了中国 卖给了中国 那这个事特别有意思 我呢 就又仔细去查了这个信息 在一般的中文媒体上没有 这一位啊 和其他 我估计啊 和那个 斯诺登是一样的 这些人 当间谍是为了钱吗 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理想 是为了理想 那这个舒尔茨 在他的 曾经的视频里面 和他的朋友里面 他还试图啊 在美国军队内部开发别的下线 他说 我这一辈子最希望能做的人啊 是那个 Jason Bone 大家知道 Jason Bone是什么 就是美国当红的最牛叉的 那个动作片明星啊 整天演这个孤单英雄 就是他 他想当这个人 所以你说这四万五千美元 能干啥 当然了 拿这些钱 他也没闲着 他干了啥 他把自己的车改装了 改装的更高级 换几个轮胎 如此而已 所以这个人啊 那真的是非常的奇葩 那美中这个竞争的加剧啊 美国确实像王毅外长 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 这美国啊 反应过度啊 王毅说啊 现在一提到中国啊 美国人就很紧张啊 按王毅的说法 这个是莫名其妙的紧张 已经到了啊 荒诞的程度 草木皆兵的程度 但事实上 美国人 动用司法手段 容易吗 不容易 动用司法手段 像我们说的 你起码得有起诉书吧 你对各地得有一个 各方面得有一个交代吧 最关键的是 美国司法部 既然起诉了 他总希望自己赢吧 所以这些案子 还都是有些根据的 有些根据的 你比如说 那这个 在这之前 前几年 2023年 去年 美国的两位华裔士兵 叫魏金超和赵文恒 他们俩啊 都向中国提供了敏感军事信息 包括美国的军事演习 是怎么进行的 一些技术参数都给了中方 这里面赵文恒啊 已经在今年一月 刚刚啊 两个月前被判刑27个月 27个月啊 那而且这是一场全民的战斗 啊 这个海军士兵 这个魏金超更有意思 他的老妈就是啊 从中国来美国移民的 移民以后 这个人的妈妈 劝他儿子 哎呀 你把一些情报啊 信息啊 要给祖国啊 给祖国不但能搞些钱 将来啊 你在美军退役以后 还能去中国找份工作 啊 你看 这母女俩共同作案 好吗 现在 这个都给抓个正招啊 但中国在美国啊 按七哥说的 这个 这个沉默的力量 实在是太厉害了 一口气抓了多少 有华人 也有正儿八经的美国人啊 啊 那2019年 中央情报局的前官员 叫凯文 马洛里 凯文马洛里 就向中国泄露机密 被判处了20年监禁 收了多少钱 2.5万美元 很少啊 同年 另一名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 前中情局官员李振成 啊 Jerry Lee 判了19年啊 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合同工 汉森 把美国的国防机密 泄露给了中国 收了数十万美元 祸行10年 所以现在这个中国搞的很凶猛 那这一切啊 都是有计划的 协调的啊 是一个大工程的啊 一个海外的延伸 什么大工程 就是现在所说的消A计划 大家可能有些人啊 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消A 消除A A是什么 A就是America 在中国这已经在各个部门都已经传达了啊 这个指令传达的时候 口头传达 不许复制啊 可见这个事情有多重要啊 实际上官方也有这个文叫79号文 是2022年的时候 中国政府把这一指令啊 扩大到了啊 所有能扩大到的领域 核心目的就是将美国技术 挤出中国啊 消A嘛 那么这和我刚才说的这些间谍的努力啊 是一体两面 叫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一方面拼命要把美国的这些技术啊 搞到啊 军用的也好 民用的也好 都搞 另外一方面在国内尽量的把他们清除在外啊 清除出去 这样啊 双向夹击 才能保证国家安全 保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列车呀 不脱轨啊 不脱轨 那这个事情啊 今天的华尔街日报 也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啊 报道的还是不错的 跟我了解的情况 基本相符 79号文件要求的是什么 就是要求要在金融能源和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 在2027年之前更换掉IT系统里面的外国软件啊 外国软件 那这个事情啊 对美国的企业造成了深重的影响 首先是硬件 比如说戴尔啊 RBM啊 四科啊 这些设备 在中国已经逐渐被中国竞争对手的产品所取代 其中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啊 华为中兴这些企业把你的硬件制造商全给你搞掉了啊 那79号文就是因为这个文件上的编号啊 得名的 那除了硬件以外 基本的办公工具到供应链管理 所有这些系统里面都被要求把外国软件给清出去 所以这也影响到了像微软啊 甲骨文这样的公司 这个事情是习主席啊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 这一个努力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实现自给自足啊 让中国在原材料能源军事啊等方面减少对西方的依赖啊 那这个事情啊 已经越来越见到效果 那主抓这个事情下得到指令的是谁呢 啊 大家听说我一个机会 一个机构没有 叫国资委 就是国务院下属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啊 这个国资委管多少人呢 告诉大家 中国最大的100家上市公司里面有60多家属于国企业啊 那他们就在清除消费行动 对这个事啊 花姐日报还找国资委和国务院去核实啊 国务院和国资委啊都没有回应置评的要求啊 你看你这不是等于李强也很难回答 一方面请求美国企业继续对中国增强信心投资啊 开放的大门是敞开的 另外一方面啊 还坐实了 你要回答的话就坐实了 在中国外企啊 明显处于一个非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啊 境遇里面 因为所有这些国企都要把你的软件拿出去啊 对不对 那对他们来讲那都是灭顶之灾 那他们取代的是什么产品呢 就是中国官方甚至是军方能够直接控制或者参与的这些公司 比如华为就不用说了 服务器硬件软硬件这些都有 他们把蛋尔啊 惠普这些早就挤出去了啊 还有一家公司叫什么 北京同方啊 同方的控股方啊 和中国的军方关系很密切啊 关系很密切 所以啊 所以北京的一些政府官员 都将自己用的电脑啊 换成了同方的电脑啊 同时他们被告知 连手机都要使用国产品牌 不要使用苹果公司的iPhone啊 这些都已经作为指令 发到了各个部门 那实际上这个事情啊 不是最近开始的啊 习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事情 感到非抓不可 能快就不要慢 是因为什么啊 大家还记得吗 2013年的时候 美国那个著名间谍 斯诺登啊 跑到了香港 他对外界透露 美国当局啊 曾经入侵中国的移动电话通信 高校民营企业网络啊 都被中情局给攻克了 这让习主席啊 当天晚上就没睡好觉 他下着的决心 要使用国产技术 所以他啊 耳提面命 反复强调 中国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市场 打破操作系统等重要软件开发的瓶颈啊 那这种情况下 那些专注于 那些这个原来在中国 吃吃香的喝辣的啊 赚的盆满博满的外国公司 早就不行了 比如RBM啊 2021年的时候啊 RBM就关了自己在北京的中国研究业务啊 那这个研究中心啊 开了20年 终于啊 应该就缩减 大幅缩减 等于关闭啊 思科就更不用说了啊 思科 明白无误的 向外企表示 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下降 就是因为在华订单 不断被本体供应商抢走 本地的 那 另外一个戴尔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啊 减少了一半 现在只降到8% 那谁还继续用他们呢 那就是当然在中国运转的那些外企 还在用这些外企的服务器 外企的这些电脑 其余的都已经不行了 当然咱们的节目啊 从来就不带风向啊 绝对不是说你这个啊 中国国产的这些系统和软件 取代啊 外国产品 就意味着历史的倒退 不是 中国现在本土开发的产品 越来越好用了 那华尔街日报采访一些官员说 2016年的时候 他们在装有这个所谓的 Killing OS啊 麒麟操作系统的电脑上 就为了用一个电子表格 就是所谓的Excel 花了一整天时间 关不上啊 能打开关不上啊 给他们愁的 折腾一天啊 当时这家系统啊 就是有一家与中国官方有军方有关联的公司开发的啊 很尴尬 但是啊 哎 时间过去了 现在七八年过去了 麒麟的可用性变得不错了 当然 比起美国的产品了 还有差距 最新版麒麟软件的可用性 相当于微软2009年的Windows7啊 所以你说不算出色 但你说能不能用 能用啊 所以在能用的前提下 中国的这些银行啊 啊 大的三桶油 这些公司都纷纷转用 中国的麒麟 不再用微软的Windows了 所以这些情况 这个啊 正在发展之中 中国的产品啊 能用啊 能用 但你说这帮外企在中国啊 他就是小白兔 就是圣母玛利亚吗 不是 这帮孙子都很黑 在中国啊 用的也都是中国人 一帮汉奸啊 一帮养买伴 为美国企业打工啊 他们也黑得很 黑得很啊 比如说 当年微软在中国卖软件 他明明知道中国的盗版如此猖獗 他 他表面上反对 实际上不反对啊 他们希望盗版卖的越多越好 为啥 先占领市场份额吗 等你所有的这些盗版软件 都已经布满了各个机关 反正至少我知道在北京的这些这个国企啊 大的这个啊 中央级的媒体 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用的都是他们Windows 都是盗版的 哎 盗版 背后是有后果的 过几年 你就更新不了了 更新不了 出了错误算谁的 出了错误 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大家 赶紧的再去换正版 所以现在这些单位都换成正版的了 不换 不行啊 所以你看 这就相当于免 这个免费的 盗版市场 帮微软啊 先打开了局面 占领了份额 他再过来吃瓜了 再过来 收割 所以你说这帮孙子是好人吗 不是好人啊 不是好人 另外我当年参与过那种无数的饭局啊 那帮人卖所谓的卖系统 哎呀卖系统 中国的海军 空军 陆军啊 中国的军方用的系统 很多啊 也都是外国公司的 但是同样一套系统 他卖给了海军是吧 他转过头来 稍微的动一下 再卖给空军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东西啊 但你说他们用一套不就行了 实际上是行的 但这帮家伙为了多卖钱 他就故意 欺骗我们领导不懂 就故意的把这些东西改头换面 再换个名字 加很多的feature说 再卖给其他同样的这个单位 他多赚几道钱啊 所以现在你说这个市场不相信眼泪 市场有时候也不相信这么多情绪化的 意识形态化的一些观点啊 我认为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市场就是牛逼啊 三下五串就把你干死了 你说能怎么样 你说 他为华为 华为新出那个手机 我不做广告啊 我自己还没用过 对华为也没什么印象 但是我周围的很多人 用那个华为的V2手机 我看 那个手机啊 一合上就是一个大屏幕 就是那个正面反面 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大屏幕 放在桌上看 那就是一个像一个派的大小 那看着太舒服了 华为的手机比iPhone啊 这个iPhone的在中国的这个销售量 已经直线下降了 现在60%多 比去年第一季度 那华为的数量 蹭蹭蹭就上来了 所以中国人啊 从当初的啊 叫什么 悍然粗糙的模仿 到后来变成了细节创新 再到现在已经登堂入室 改头换面 已经完全能够做出啊 在市场和技术上 都能够双赢的产品 所以现在这个外国企业啊 可以说啊 哭蝶喊娘啊 已经被要秋风扫落夜班的 被赶出中国市场啊 赶出中国市场 那除了这个软件还可用啊 这个能满足工作的基本需求 还有政府提倡以外 还有一个什么 大家知道吗 这里面最关键 最最最最关键的 是国安法和反间谍法 为什么 所有的软件 你都要提供用户反馈是吧 有些自动的 机器就自动踩了 你的反馈 你的使用习惯都踩了 对吧 还有一个 就是这些机器系统 都需要常年的固定的维护 维护的时候 你不得你不得了解情况 你用的好不好 用的哪里有问题 怎么改进 这些情况都已经在新的 国安的框架下 成为了国家机密 那你这些国企民企 你跟外国供应商勾勾搭搭 你跟微软说 你跟Oraka说 你跟Sysco 你跟谷歌说 我哪用的好 哪用的不好 哪个数据存储有问题 你这不是百分之百 铁碗钉钉的泄露国家机密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谁还愿意冒着违反国安法 被当成间谍的风险 继续使用外国的系统 软硬件没有了 所以中国从技术上 已经逐渐的 也和海外有拉开差距 当然这并不妨碍 他从美国千方百计的 搞到他自己需要的技术和信息 目前的局面 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 诚挚地邀请您点赞 更欢迎您在节目的信息区 去订阅我们的播放列表 这样以后的节目就不会错过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对了 还要邀请您给节目点赞 谢谢 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法国语言教授 是想送给英王一本书 书名是英语就是发音糟糕的法语 台媒只离习近平办公室超近 一南驾车冲撞中南海正门 乌克兰回应方几个称 永远不会举白旗投降 中国诺奖得主莫言遭民粹网报 中国作家无人为其发声惹怒读者 荷兰为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揭幕 但以色列总统遭抗议 请大家收看 法国语言教授 是想送给英王一本书 书名是英语就是发音糟糕的法语 RFI法广 据法新社说 这位曾在与法语相关的机构中 担任过各种职位的学者 用这个具有挑衅性的书名 并不打算让英国君主再喝早茶实验着 他想强调自1066年 诺曼底公爵威廉仪式征服英格兰以来 法语成为跨英吉利海峡的混乱语言 也嘲笑法国人对英国主义的抵制 他向法新社解释说 我的书也可以作为对英语的致敬 英语已经能够采用如此多的法文单词 这位致力于推广法国文化和语言的 法语联盟基金会副主席说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英语的灵活性 其中有维京语 丹麦语 法语单词 这真是令人惊讶 诺曼底公爵的征服 将新统治贵族的语言词汇引入英语 比如 在诺曼底人征服者威廉基后的150年里 带去的英语 Cabbage 卷心菜这样的词 它实际上来自诺曼底的Coboté头 13世纪和14世纪 从法语直接大量被用于商业 行政和法律领域 这位语言学家写道 工作 土地 或金钱的财富 合同的遵守 自由 甚至一个人的命运 都可能取决于对语言的掌握 其中一半的法语借用 发生在1260年至1400年之间 例如Bachelor 学识 原字法语 Bachelor 即接受训练的年轻人 特别是在歧视世界中 据Circiglani先生强调道 两个世纪后 英国剧作家威廉 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年的15000字 作品中的40% 原字法语 但今天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 一些人正在准备反对 昂格鲁 萨克逊一词 在现代法语中的地位 特别是在法兰西学院 该学院自1635年以来 一直负责保护法语 这种语言的纯粹形式 法国语言教授 塞奎利尼孝说 法国的语言是官方的 国家的 民族的 因此 我们必须在巴黎有一所学院 院士们穿着可笑的服装 配一把剑 在塞纳河畔 有一座宫殿 但该学院 一直在与大数据等 新技术术语 做斗争 却并非没有成功 因为软件 而知识L 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 将曾经非常流行的软件 software从法语中挤出了 法兰西学院还抗议 COVID-19大流行的新词 无论是检测还是测试 但对于该语言学家来说 新术语的到来并不是一种入侵 他开玩笑说 这些是在英国接受训练的法语单词 然后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伯纳德、塞尔奎利尼、Bernard Sirquiglini 将英语和法语之间 丰富的一花兽粉 视为法语国家组织 法语国家组织的典范 该组织将法语国家聚集在一起 据他解释说 马达加斯加使用法语的方式 与800年前英国使用的法语方式相同 行政、商业、文学 一切都用法语完成 因为目前 在马达加斯加 我们无法用马达加识语与世界对话 无法进行商业或科学研究 塞尔奎利尼教授 对机器翻译寄予厚望 称他可以保留当地语言 同时实现顺畅的交流沟通 很长一段时间 他曾取消自动翻译器 但现在 令人惊奇的是 机器们翻译得很好 事实上 我们可以互相理解 有一千种方法 都不是让语言变得贫乏 塞尔奎利尼说 他希望英语能够在近几十年来 世界各地使用简化形式的趋势中 幸存下来 根据法国批评者的说法 这也是全球性 塞尔奎利尼称 这个全球语 是一个阶段性的 是一种贫困的英语 我们必须拯救英国英语 查理三世必须采取行动了 因为人们不会学习英语 这种美丽的语言 而是要去学习一种别角的语言 我们也将我们的谈话 沦落为很贫乏无趣 台媒只离习近平办公室超近 一南驾车冲撞中南海正门 RFI法广 据自由时报今天报道称 正值中国两会召开敏感时刻 位于北京西城区西长安街 中国国务院 中共中央书记处 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等重要机关办公所在地的中南海 今天10日 惊传轿车冲撞正门 想闯入中南海内部 一群安保 武警见状赶忙冲上前篮车 并将驾驶拖下车 画面曝光后引发外界热议 该报引述消息称 尽管目前正值中国政协人大两会召开 北京全城戒备森严 但今天凌晨 一名男子开着黑色轿车 加速冲向中南海正门 新华门 想闯入内部 可因新华门门槛太高 轿车撞上门槛 被迫停下 随后冲出数十名身穿黑衣的安保人员 武警围住轿车 并将驾车男子拖出 以拖拽方式粗暴将驾驶带离 这段过程被行进现场的其他人拍下 可以听到当时有人大喊杀人犯共产党 不清楚是驾车冲撞新华门的驾驶 还是其他在场人士所喊 还可以看到驾离驾驶的武警手持不明器械 消息称 目前这起事件详情与驾驶后续下场还不清楚 中国微博等社群平台也未见有人讨论 但X平台早已疯传相关画面 不少中国逃亡海外人士形容此事为英雄自杀式冲击中南海 还有人暂该驾驶为另一位四通桥勇士彭丽发 彭丽发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举办前 与北京四通桥悬挂横幅抗议中共野蛮封控 成为白纸运动导火线 该报称 有中国匿名媒体人向大纪元透露 中南海新华门进门之后 是一面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的屏风 再往前走有一个人工湖泊 左右两边是围着人工湖修建的通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办公的地方 距该人工湖约一公里 另外 该媒体人宣称 冲撞中南海时挂着北京车牌的车辆 且属于高档车 推断不是普通人 且有消息传 是因为涉案人韩冤上访无门 才冲撞新华门泄愤 乌克兰回应方几个称 永远不会举白旗投降 RFI法广 基辅今天回应教宗说 乌克兰永远不会举白旗 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 库莱巴·Dmytro Kuleba 在X前Twitter上以消息形式回答道 我们的国旗是黄色和蓝色的 这是我们为之而生 为之而死 为之胜利的旗帜 我们永远不会生起其他颜色旗帜 乌克兰外长库莱巴还说 说到白旗 我们知道梵蒂刚在20世纪上半夜的战略 我呼吁叫停 避免重蹈过去的错误 应该支持乌克兰及乌克兰人民为生存而战 据法新社说 乌克兰外长库莱巴显然是在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罗马天主教教会与纳粹德国的关系 乌克兰外长库莱巴称 尽管如此 他仍然希望教皇能找到机会对乌克兰进行正式访问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2月初 接受瑞士公共电视台RTS采访并于周六播出时 在回答记者询问乌克兰局势时 呼吁基辅不要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以谈判为耻 方几个说 我相信最坚强的是那些看到形势 为人民着想并有勇气举白旗进行谈判的人 自2013年起 担任天主教会领袖的方几个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头几个月 就因没有明确指出俄罗斯为侵略者而招致批评 去年 方几个任命了一位红衣主教作为调解人 致力于和平谈判 后者已经访问了莫斯科 基辅 华盛顿和北京 不过 范蒂冈教廷已经为方几个的说法缓假 截至周六晚上 范蒂冈试图纠正这种说法以及造成的影响 在一份新闻稿中 范蒂冈坚称 这里的白旗方案意味着停止敌对行动 通过勇气谈判达成休战 而不是指投降 在周日的三中经祈祷之后 教宗方济各还呼吁在受难的乌克兰实现和平 但乌克兰其他官员对教皇的言论显示不以为然 基辅助范蒂冈大使安德烈 尤拉什·安德烈烈将该建议与二战期间与希特勒的谈判进行比较 他在X上写道 如果我们想结束战争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杀死巨大的毒龙 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在乌克兰官方拥有超过500万会员 该教会的主教斯维亚托斯拉夫·摄斧秋克也做出了反应 但没有明确提及教皇 他称 相信我 没有人有投降的想法 即使今天正在发生战斗 听听我们赫尔松 扎波罗热 奥德萨·哈尔科夫·苏美地区人民的声音 斯维亚托斯拉夫·摄斧秋克称 在他的旅行途中 昨天晚上与纽约一座教堂举行弥撒 拉脱维亚市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与莫斯科关系紧张 并随时担心俄罗斯的侵略 拉脱维亚总统埃德加斯·林克维奇 Edgar Srinkevix呼吁称 永远不要对邪恶投降 要战胜邪恶 直至邪恶者举起白旗投降 中国诺奖得主莫言遭民粹网报 中国作家无人为其发声惹怒读者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著名作家莫言 最近再次在中国上热搜 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他十多年前成为中国首位 而且仍然是唯一一位本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曾经为中国 为中国的作家群体和文学爱好者迎来荣誉 而是有人指责他侮辱革命先烈 诋毁毛泽东 抹黑中国人民 甚至将他告上法庭 只是法院似乎尚未接受诉状 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星期天3月10日报道表示 本名为管磨叶的莫言 2012年夺得诺贝尔文学奖时 曾被视为中国人的骄傲 因为他打破了很多中国人认为的 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作家的所谓偏见 在莫言之前 旅法华人作家高行健2000年 成为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 来自中国的华人 但是高行健当时已是法国公民 而且因为同情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 而遭到中国当局的封杀 莫言与高行健相比 属于体制内作家 不仅不是异议人士 而且还是官方作家协会的会员 也曾担任过五年的政协委员 尽管他在作品中会揭露一些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陋习 但是从不愉悦中国官方为作家设立的红线 但是在文革的荒唐回归的今日 一场愈演愈烈的中国互联网上的狂热爱国主义 实际是民族主义 风暴却将莫言以及他的部分作品视为攻击目标 微博上有人直接指责他在作品中丑化八路军 美化日军 诋毁毛泽东 以及抹黑中国人民 微博上一位名叫吴万征的用户上星期声称 他已经在北京一家法院就莫言上述罪嫌提起诉讼 并且展示了他的诉状 吴万征的网名为说真话的毛星火 似乎有借用前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心心之火 可以辽远语录之意 他在诉状中要求法院判决莫言 赔偿名誉损失费15亿元人民币约合2.08亿美元 以及每个中国人一人一元 不过根据吴万征在微博上的说法 截至上周四 法院尚未接受他的诉状和诉讼请求 但吴万征对莫言的指责 在中国社媒上引起许多狂热民族主义粉红的热捧 南华早报引述微博上一段被转贴超过1万次的评论说 莫言在红高粱中对1930年代抗日战争做描述时 污蔑了共产党领导的巴鲁军 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的作品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确 他所描绘的中国符合西方的想法和西方对我们的预期 这篇贴文称 3月4日 中国驻巴西李约热内卢战狼总领事李扬 也加入这场民粹闹剧 挖出莫言为辽审战役纪念馆撰写的题词 称炮火连天 只为改朝换代 失衡殿野 据是农家子弟的语句为政治反动言论 南华早报引述一位评论员的话说 中国社媒上对莫言的抨击 反映中国的网络言论政治走向保守 而且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倾向的言论比比皆是 包括对西方价值观的批判 和对中国学术界开明人士的抨击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社科学者 向南华早报表示 当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 中国的民意氛围还没有这么保守 但是如果这一趋势持续 那么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莫言多年来一直因为他的小说描写内容 和对文学创作的看法而屡遭批评 不过在最新这一波攻击中 那些民族主义者直接指责他通过暴露中国的丑陋 和拥抱西方而获奖 莫言在小说中以超现实的笔触 描写了中国二十世纪经历的许多重大事件 包括抗日战争 国共栗战 朝鲜战争 中国建政后的各场政治运动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 维斯特伯格 Perl Westberg 2012年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致辞时 高度赞扬莫言的文学成就 强调中国二十世纪的残酷 可能从未被人这么赤裸裸地描述过 当天中国官媒在报道时将这段话删除了 但是这段话最近又在社媒上重现 并被民族主义者视为莫言小说抹黑中国的证据 中国官媒尚未对社媒上有关对莫言的攻击发表评论 但是浙江省委宣传部 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 对有人利用爱国主义大旗吸引关注和流量提出批评 连民族主义倾向严重的 被斥一项紧随官方旨意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 也发声力挺莫言 但是中国的作家群体却对莫言遭受攻击仪式 基本抱持沉默 而且因此遭到部分网民的痛斥 微信公众号为大流人间故事的网友 在微信上发出视频表示 在有人污蔑莫言 污蔑中国文学 甚至对莫言提起诉讼之时 作协 甚至没有一位中国作家挺身而出 为莫言说话 为正义发声 抵制这种荒唐的民粹言论 对此深感气愤 中国作家 中国文学的骨头在哪里 这位莫言的粉丝说 你们以为莫言倒下了 你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吗 如果莫言这次真的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 状告到了法庭上 那么未来你们的写作空间也会被大大的压缩 他又警告道 这位网友还说 如果这次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出面 为莫言说话的话 他将不再阅读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作品 不再购买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书籍 因为这就证明 中国的作家没有灵魂 没有骨头 他们写下的文字 与他们的灵魂是不相符的 荷兰为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揭幕 但以色列总统遭抗议 RFI法广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今天报道 阿姆斯特丹博物馆讲述了十万零两千名犹太人 被从荷兰驱逐并在纳粹集中营中被谋杀的记载 以及犹太人遭驱逐开始之前 在德国二战占领下遭受结构性迫害的历史 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 在周日的落成典礼上致辞时表示 该博物馆为荷兰向遭受迫害的犹太受害者提供了面孔和声音 他还说 这也向我们展示了反犹太主义可能造成的毁灭性后果 国王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了解 事情是如何开始以及如何变得更糟的 早些时候 荷兰国王和以色列总统参观了阿姆斯特丹著名的葡萄牙犹太教堂 赫尔佐格对荷兰建立新的大屠杀博物馆的倡议表示欢迎 他说 这证明了世界各地反犹太主义如何兴起 他说 在这个关键时刻 该博物馆发出了明确而有力的声明 赫尔佐格说 请记住 记住因仇恨 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所产生的恐怖 永远不要让他们再次猖獗 周日的仪式是在哈马斯 去年10日7日对以色列南部发动致命入侵之后 以色列对加沙进行毁灭性袭击的背景下举行的 数千名清巴勒斯坦抗议者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博物馆 和犹太教堂附近的滑铁卢广场聚集 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 示威者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 高呼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 并要求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 以及立即在加沙停火 抗议领导人强调 他们反对的是赫尔佐格的出席仪式 而不是抗议博物馆及其纪念的事物 对于我们犹太人来说 这些博物馆是我们历史过去的一部分 Riv Real犹太团体的反战活动家乔安娜 塔瓦科 Joanna Kavako在仪式前向人群发表讲话时说 今天这样一个神圣的空间怎么可能被用来使种族灭绝正常化 被奈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中 有四分之三是荷兰犹太人 联合国最高法院1月份发布命令 要求以色列尽一切努力防止加沙发生死亡 破坏和任何种族灭绝行为 赫尔佐格是以色列领导人之一 他指责国际法院在裁决中歪曲了他的评论 以色列强烈驳斥南非在法庭案件中提出的 关于加沙军事行动违反种族灭绝公约的指控 裁决几天后 赫尔佐格表示 我对他们歪曲我的话的方式感到厌恶 他们使用非常非常片面和支离破碎的引文 目的是支持毫无根据的法律争论 亲巴勒斯坦的荷兰组织权力论坛 称赫尔佐格的出现是打在巴勒斯坦人脸上的一记耳光 他们只能无助地看着以色列如何谋杀他们的亲人 并摧毁他们的土地 在周日开幕前发表的一份声明中 管理该博物馆的犹太文化区表示 对战争以及这场冲突所造成的后果深感担忧 首先是对以色列、加沙和约旦和西安公民的影响 该声明说 在战争继续肆虐的情况下 国家大屠杀博物馆的开放更加令人不安 这让我们的使命变得更加紧迫 该博物馆位于一所前师范学院内 该学院曾被用作帮助约600名犹太儿童 逃离纳粹魔掌的秘密逃生路线点 展品包括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 照片中一名男孩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后 走过横尘尸体 还有失去生命的纪念品 一个洋娃娃 一件用降落伞材料制成的橙色连衣裙 以及从索比堡集中营挖掘出来的10颗钮扣 一间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荷兰德国占领者颁布的 数百条歧视犹太人的法律文件 并展示纳粹政权如何在荷兰公务员的协助下 在围捕犹太人的行动之前将犹太人非人化 荷兰国王说 该博物馆即使讲述了与荷兰社会其他部分隔绝 权力被剥夺 得不到法律保护 被围捕 监禁 与亲人失散 和被谋杀的犹太人们的故事 朝鲜从高空搅乱美韩军事演习 韩国出动所有型号军机参演 RFI法广 据东亚日报消息 韩美联合军演刚开始 朝鲜就连续发射卫星定位系统干扰电波 韩国军联合参谋本部8日报告 从5日中午12点到7日 探测到了朝鲜数次向西部海域五岛发射的 GPS电波干扰信号 5日白天探测到GPS电波干扰信号后 韩国政府立即将GPS相关危机警报 从正常提升至关注 之后 部分渔船和飞机发生 GPS接收障碍 6日下午再次升级为注意 政府对受害情况进行监测的结果显示 5日受害及混乱感知现状为3件 6日15件 7日7件 政府解释说 到目前为止 这只是轻微混乱 不会对船舶等航运造成影响 韩国军方表示 朝鲜的GPS干扰很有可能对舰艇 飞机 民间船舶的运用造成严重威胁 如果发生肇事 将付出相应的代价 韩国空军8日在京畿道水源基地 举行了旨在展示韩国空军压倒性 对朝鲜惩罚能力的精英行动演习 这是数十架战斗机配备空队地导弹等最大武装 在跑道上密集地以大型滑行至起飞前的阶段进行的演习 据韩国官方消息 以6月即将退役的F-4E幻影战斗机为首 F-15K KF-16 F-16 FA-50 F-5 F-35A等共33架战斗机参加了演习 这是韩国空军的所有机种战斗机首次参加演习 墙外文摘 金克宇鼓吹的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麻省理工学院 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及经济学教授黄亚生文章 批评了金克宇新书 新中国策略 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The 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中的论点 金克宇是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金力群之女 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大学教授 经常在西方各种论坛鼓吹中国政治体制优越性 文章说 虽然金克宇在书中说中国模式仍在是错 但整体基调却错误的偏向于称颂 在他的笔下 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系 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这与中国当前的现实严重脱节 经济下滑 股市低迷 大量资本外逃 黄亚生说 事实上 中国今天的许多问题 都是金克宇不遗余力鼓吹的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 金克宇认为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如此惊人 以至于我们需要发明一种全新的范式来理解它 他认为 中国的制度得益于儒家思想的传承 政府驾驭权力和掌控金融的独特能力 黄亚生指出 中国上千年来一直拥有庞大的政府权力和儒家思想 1949年后又实行了国有制 但直到1978年后才开始快速发展 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引入了市场改革 鼓励创业 并引入外资 开放对外贸易 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 如二战后的日本 韩国和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同 金克宇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归功于他所谓的市场经济 黄亚生说 对于一名学院派经济学者来说 这种说法令人震惊 他与现有经济学文献中的大量证据直接矛盾 这些证据表明 中国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国有企业 牺牲了私营企业的利益 而国有企业的生产力低于私营企业 正是市长经济错配了资本 黄亚生还指出 中国模式另一个巨大的成本 牺牲了中国农村的教育和医疗 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 2000年至2005年间 中国文盲人数增加了3000多万 金克宇承认 美国的出口管制减少了流向中国的技术 但他相信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大力投资技术取得成功 正如毛泽东时代两弹一星计划 黄亚生指出 正是中国模式的两弹一星导致经济停滞不前 千百万农民饿死 百度借色吧与民族主义 百度借色吧 一个拥有600万会员的在线社区 创建于2010年10月25日 是中国男性体验并进行性禁欲的一个现象 借色吧致力于宣扬性禁欲的好处 成员们试图通过性禁欲 实现从屌丝 转变为既颜值可嘉又事业成功的男士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端传媒发表文章 《手淫有害!国家有难!》 百度借色吧与男性气质的塑造 作者刘冲 利兹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 和黄琪琪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指出 考察这种性禁欲现象 需要注意一种文化背景 后社会主义中国对男性气质的理解正在转变 特别是当花美男和中性男性在影视文化中变得流行的时候 国家提出了所谓的男孩危机 文章说 在借色吧中 性禁欲与成为理想的男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许多成功的和模范的帖子收到了大量的点赞 并被反复传播 例如 我做到了 我已经保持性禁欲一年了 我认为我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 我不再失眠和头痛 我的鼻炎也好多了 只因为我保持了性禁欲 我去了一所一本大学 更重要的是 抵制银邪的论述 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百度借色吧中往往作为一个总称 但没有任何具体解释着的联系 被成员们巧妙地用作性禁欲理由的基础 例如 手银会消耗你的肾气 这也会消耗你的脊髓和大脑 这就是为什么手银的人会有脊柱问题 患上驼背和颈椎病的原因 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 百度借色吧的成员 也试图扩展他们的个人福祉 与国家发展之间的理论 这是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真理 源于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远离所有形式的欲望和信誉 你是一个男人 你应该为你的家庭和我们的国家承担责任 我们国家有很多问题 如钓鱼岛争议和南海问题 如果你手银 你怎么能保护我们的国家呢 不要成为被日本色情鸦片操纵的东亚病夫 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你知道当你看色情和手银时 你有多么可悲吗 文章指出 在中国的公共领域 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 性话题都受到某些限制 比如删除裸露的图片和视频 以及对性描述性文本的审查控制 网民必须创造新的表达方式 来替代与性相关的敏感术语 在这种背景下 在禁欲把中对手银次数 夜间移经的恐惧 对女性身体各部位的性幻想的详细描述 并没有被删除 成员被鼓励 以反对银鞋的名义 分享这些经历 作为维持社区运作的一种方式 进行反思和忏悔 这种性讨论 似乎成功地规避了 严格的在线审查政策 因此 有必要将这种非逻辑 与对国家治理的理解联系起来 去理解 为什么这种讨论 既较少受到限制 又非常流行 作者认为 在《百度借色吧》中 民族主义合集体话语 占据了重要位置 只有当最危险的敌人 也就是银鞋 被击败时 成员的个人价值 和国家繁荣的梦想 才能实现 这种逻辑的形成 展现了文武范式的基本元素 从而重新稳定了 中国男性气质的传统规范 重要的是 这种重构的男性气质 作为被特权阶层操控的 控制工具 迎合了国家治理的需求 这种个体化的逻辑 简化了和否认了 年轻人可能遇到的 任何结构性问题 和交叉性不公 因此 解决问题的责任 又回到了个体身上 同一个宣传机器 从少生好到多生好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三个最好》 中国计划生育宣传的变化 作者Isabel Chen 和Paul Robles指出 几十年来 中国严格限制 生育子女的数量 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 通过街头横幅 大众文化 和公共艺术中的标语 融入了日常生活 现在 面对人口减少和老龄化 中国正在利用 许多相同的宣传渠道 传递相反的信息 多生孩子 政府转而提倡生育文化 为孕妇举办选美比赛 制作说唱视频 宣传生儿育女的好处 还在春晚显著位置 播出了宣传 二孩或三孩家庭的公益广告 从1980年到2015年 中国政府通过大量宣传警告说 多生孩子会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如今 官方言论将更多的家庭成员 描绘成实现繁荣社会的基石 当时 官方的计划声誉宣传 鼓吹国家来养老 如今却强调 自力更生和家庭支持养老的重要性 文章说 这项宣传工作遭到了广泛的嘲讽 批评者认为 这场运动表明 决策者对人们在抚养多个孩子时 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成本和其他挑战 视而不见 他们还嘲笑 最近政策是在几十年间通过强制堕胎 和巨额罚款限制生育之后的翻转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Copyright 2023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着做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教宗建议乌克兰举白旗范蒂冈 不是劝投降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在接受瑞士广播电视台RSI采访时 就俄乌战争表示 乌克兰应该有勇气举起白旗 同俄罗斯就指战进行谈判 谈判不是一件让人羞愧的事 他说 审时夺势 考虑到民众 有勇气举起白旗谈判的一方 才是强大的一方 方几个还说 谈判从来都不只是投降 而是一种 避免把国家引向自我毁灭的勇气 在采访的另外一处 谈到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时 方几个又一次强调 谈判从来不是投降 历史告诉人们 迟早要达成一种一致 但在乌克兰 人们对举白旗 有着另外一种理解 前内政部副部长赫拉申科 Anton Harris-Schenko 在X平台上发文称 教宗不是呼吁保卫乌克兰 谴责杀死成千上万人的俄罗斯侵略者 实在是奇怪 乌克兰前驻奥地利大使摄尔巴 Olexander Skerber 则称 教宗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基辅官方并未对教宗的有关表述置评 延伸阅读 教宗会晤泽连斯基 和谈方案被拒绝 范蒂刚教廷试图平息事态 澄清和解释教宗的发言 方几个的发言人布鲁尼 Mateo Bruni表示 教宗在采访中并不是建议乌克兰投降 而是希望呼吁停火 激发谈判的勇气 他还说 白旗一词 不是教宗主动采用的 而是引用了采访记者提问对话中的用词 并称这意味着停止敌对行动 并通过勇气谈判达成停火 这不是投降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五 3月8日 在伊斯坦布尔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会谈后表示 应该以谈判与和平的方式结束 土耳其已准备好主办一场 乌克兰与俄罗斯都会参加的和平峰会 不过 教宗此次接受采访是在2月份 RSI电视台周末发表了采访的部分节选 德广联 路透社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餐百谱 各大菜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醉酒螃蟹 酱酒自出的海鲜醉意 二胶岩鲜油 海味中的胶岩块布 三糖心糖醋里脊 甜酸外衣裹着嫩心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醉酒螃蟹 酱酒自出的海鲜醉意 各位涛客 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个让人垂涎三尺 最心不已的海鲜真修 醉酒螃蟹 这道佳肴 不仅是味蕾的盛宴 更是文化与历史的交织 让我们一起来探究 这道菜背后的故事 和它那不可抗拒的魅力 首先 让我们来点基础知识 醉酒螃蟹 顾名思义 是将新鲜的螃蟹 浸泡在特制的酱酒中 让螃蟹在酒精的拥抱下 醉生梦死 这道菜起源于中国 据说是古代宫廷中的 御用佳肴 后来流传至民间 成为了人们喜爱的一道菜 但是 别以为这只是简单地 把螃蟹和酒放在一起 哦不 这里面有着大学问 首先 选螃蟹要选对时节 一般人为 秋季的螃蟹最为肥美 蟹黄满满 肉质鲜嫩 然后 酱酒的选择也至关重要 不同的酒会带来不同的风味 有的人喜欢用糯米酒 有的人则偏爱花雕酒 这都是根据个人口味 和地方特色来定 接下来 就是自制的艺术了 螃蟹要先经过清洗 处理 然后才能与酱酒亲密接触 这个过程 需要精准的时间控制 太短了 螃蟹没有完全吸收酒的精华 太长了 螃蟹可能就真的醉了 肉质也会变差 这就像是在调配一首交响乐 每一个音符 都要恰到好处 当然 这道菜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它的味道 还在于它的文化意涵 在中国 醉酒螃蟹常常与 诗酒文化相关联 它象征着闲适 雅致的生活方式 想象一下 在京风送爽的秋日 与三五之己围坐在一起 品尝着醉酒螃蟹 饮食作对 这画面多么动人 不过 话说回来 这醉酒螃蟹 也真是个酒鬼 一不小心就喝多了 醉倒在酱酒里 连爬都爬不起来 这也许是他们唯一的不幸 成为了我们的美食 但对于我们来说 这无疑是一种幸福的不幸 最后 提醒各位 品尝醉酒螃蟹时 别忘了试量 毕竟我们不是螃蟹 醉了可就没那么风雅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 那份来自历史深处的文化韵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椒盐鲜油 海味中的椒盐快步 各位海味爱好者 美食探险家 以及对于味蕾刺激 永远抱有好奇心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道 令人垂涎三尺 在海洋美食界中 独树一格的佳肴 椒盐鲜油 首先 让我们从这道菜的名字开始解码 椒盐二字 简单明了地告诉了我们 这道菜的灵魂所在 椒及胡椒 提供了一种辛辣的刺激 盐 则是味觉的基石 让所有的味道得以凸显 这两种掉味料的结合 犹如一对舞台上的舞伴 既能独立表演 又能完美配合 共同编织出一场味蕾上的华尔兹 再来是鲜油 这里的鱿鱼 是海洋中的多才多艺表演者 它能变色 喷墨 甚至是海底的变形金刚 但在我们的餐桌上 它所扮演的角色 的美味主角 由于肉质鲜嫩 既能吸收掉味料的精华 又能保持自身的海洋风味 真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当椒盐遇上鲜油 这不仅仅是一场味觉的盛宴 更是一次文化的交流 椒盐鲜油的制作过程中 需要将鱿鱼切成合适的大小 然后用力拍打 这不仅仅是 为了让肉质更加嫩滑 也是为了让它能更好的 与椒盐融合 接着 经过精准的火候控制 鱿鱼在油锅中快速地翻滚 最后 当它们被捞出锅外 那一层金黄酥脆的外衣 不仅是对它们舞技的最好褒奖 也是对食客们味蕾的最佳诱惑 椒盐鲜油的故事 不仅仅是一道菜的故事 它还承载着 人类对海洋的探索与尊重 对食材的爱护与创新 每一口的鲜美 都是对大海的赞歌 每一次的品尝 都是对烹饪艺术的致敬 所以 下次当你在品尝 这道椒盐鲜油时 不妨想想 那些在海洋深处 曾经自由翱翔的鱿鱼 它们如今化身为你口中的美味 完成了从海洋到餐桌的华丽转身 这不仅仅是一场味觉的盛宴 更是一次生命的蜕变 与艺术的再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糖心糖醋里脊 甜酸外衣裹着嫩心 各位滔天好友 今日我们要来谈论的 不是古代文献 也不是历史典故 而是一道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 糖心糖醋里脊 这道菜肴 以其甜中带酸 外酥内嫩的独特风味 俘虏了无数食客的心 但你知道吗 这道菜背后 其实隐藏着一段有趣的历史 糖心糖醋里脊的起源 据说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 当时的厨师们 为了迎合皇室贵族的口味 不断创新烹饪技法 希望能够在宴席上 呈现出既能满足味蕾 又能让人眼前一亮的佳肴 于是 他们将传统的糖醋里脊 进行了改良 将里脊肉 先用密制腌料腌制入味 再裹上一层精心调配的糖醋酱汁 经过油炸后 外层形成了一层酥脆的甜酸外衣 而内里的肉质 则保持了绝佳的嫩滑 这道菜的精妙之处 在于它的对比与平衡 甜酸的外衣 与嫩心的里脊肉 就像是一对欢喜冤甲 表面上斗嘴不停 实则相得益彰 这种矛盾统一的美学 不禁让人想起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五行 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 当然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也是一门大学问 肉质的选择 刀工的精细 腌料的比例 油温的控制 每一步都需要精准物物 方能做出色香味 俱全的糖心糖醋里脊 这不禁让人 联想到古代工匠的精湛记忆 每一件作品 都是对细节的执着追求 每一道工序 都是对完美的不懈探索 如今 糖心糖醋里脊 已经成为中国菜馆里的常见菜式 无论是家庭聚餐 还是朋友聚会 它总能 以其独特的风味 为餐桌增添一抹亮色 不过 若想品尝到最正宗的味道 还是得亲自动手尝试一番 或许在烹饪的过程中 你会有更多对这道菜的深入见解 甚至发现 更多有趣的故事呢 所以 各位食友们 下次当你品尝到这道甜酸胶汁 外酥内嫩的糖心糖醋里脊时 不妨想想那些降薪毒蕴的厨师们 以及它们如何将一道普通的菜肴 变成了一门艺术 毕竟 美食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 更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醉酒螃蟹 椒盐鲜油和糖心糖醋里脊 这三道美食的故事 通过这些菜肴 我们不仅品味了美食的美味 还感受到了文化的韵味 和人类对于食材的创造力 这三道菜肴背后 都蕴含着悠久的历史 和独特的记忆 醉酒螃蟹让我们感受到了 中国古代的宫廷文化 和施酒雅治的生活方式 椒盐先有让我们更加了解了 海洋的神奇和食材的多样性 糖心糖醋里脊 则展示了中国厨师的精湛技艺 和对于味道平衡的追求 这些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 更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每一道菜肴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每一个步骤 都需要降薪毒蕴的工艺 我们应该尊重食材 欣赏厨师的努力 并且在品味美食的同时 也能学到更多关于文化 历史和创意的知识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美食 有什么独特的体会 或者你有什么 关于这些菜肴的问题吗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交流 共同探索美食的世界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 关于中国时政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 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 专业 多角度的中国报道 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 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 使用多种语言发行 包括文字 视频 播客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4年3月11日 在中国简报中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 有关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在中国被判处死刑的澳大利亚作家 可能永远不会被执行 南华早报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表示 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军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 如果他不再犯罪 可能不会执行 萧的言论标志着中国官员首次暗示 杨可能不会被处决 萧还淡化了对杨健康状况的担忧 称情况并不像家人描述的那么严重 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 自动转为无期徒刑 中国两会以团结支持习近平的 国家伟大愿景结束 美联社 中国的年度代表大会 凸显了中国的政治 如何日益调整 以提升习近平主席的地位 为期一周的活动 通常都会精心策划以避免意外 但总理决定取消传统的闭幕新闻发布会 强调了李强的相对弱势地位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中国政治研究员尼尔·托马斯表示 习近平巩固了他对党的个人控制 使他成为所有政策领域的关键决策者 不到十年 在非洲的中国工人数量下降了64% 南华早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工作文件显示 自2015年以来 中国在非洲的工人数量锐减了64% 这一下降与基础设施项目资金减少有关 而COVID-19大流行加剧了这种情况 截至2021年底 中国在非洲的官方工人人数约为9.3万人 低于2015年的26.3万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还指出 这一下降与中国在非洲建设项目的年总收入下降有关 2021年 中国企业在非洲工程建设项目收入为370亿美元 比上年下降3% 中国工人数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 中国公司在一个国家开展业务时 越来越多地雇佣当地工人 总体而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预测 虽然在非洲的中国工人数量将会有所回升 但不会达到过去10年的水平 洗钱案后 新加坡加强对中国财富的审查 日经亚洲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加强了对进入该国的中国财富的审查 在最近发生洗钱丑闻后 拒绝了设立家族办公室的申请 自1月份以来 监管机构已拒绝了两起中资财富的申请 拒绝的决定没有详细解释 但一些人猜测 此举是该国更广泛收紧反洗钱标准的一部分 新加坡继续调查其历史上最大的洗钱案件 当局扣押或冻结了23亿美元的资产 律师和财富顾问表示 丑闻发生后 对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的询问有所放缓 中国特使称 澳大利亚作家案并不预示关系会恶化 彭博社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表示 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死刑缓期执行事个案 并不意味着中澳关系恶化 杨上个月被判犯有间谍罪 这一决定引起了澳大利亚的担忧和愤怒 此后 杨恒均以对中国法律制度的不信任和需要医疗照顾为由 放弃了上诉权利 肖大使坚称 杨恒均的健康问题并不像报道的那么严重 他的案件不应扰乱两国整体关系 澳大利亚政府也表示 希望对杨的判决的担忧 不会影响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关税的审查 随着商业关系的蓬勃发展 中国将恢复飞往墨西哥的航班 彭博社 南航将于4月17日开通首条直飞墨西哥的航线 深圳至墨西哥城直航 美洲两班的航班将成为中国最长的航班 飞行距离超过14000公里 此举被视为中国对墨西哥作为通往美洲门户的兴趣日益增长的标志 中国企业希望回避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 2022年 中国对墨西哥直接投资创历史新高 两国双向贸易在过去四年增长了38%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彭博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期间 既面临成功 也面临挑战 尽管中国经济正在放缓 人们担心 其是否有能力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但习近平对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的关注 将创新置于债务驱动的扩张之上 中国有望在202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 但人均收入仍落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房地产市场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价格下跌和开发商面临的财务压力导致住房需求下降 个人收入在增加 但尽管习近平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 但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中国品牌在电动汽车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而且中国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电容量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然而 中国未能实现减少碳排放和能源强度的目标 该国股市一直是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 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其他地方的利率上升 外国投资有所减少 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对政府的满意度很高 但也存在一些不满的迹象 例如移民和经济示威 中国人口减少 社会老龄化 带来长期挑战 北京通过平息争端和促进全球发展来努力提高其国际声誉 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对俄罗斯的支持损害了其在欧洲的声誉 中国军队已经转变为一支强大的力量 挑战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并扩大其能力 但在最近的军事官员清洗之后 人们对其军队的质量产生怀疑 中国游客被控涉嫌伪造在新加坡遭绑架 南华早报 一名前往新加坡的中国游客 因涉嫌伪造自己 被绑架 以试图向亲戚勒索钱财 而被指控企图作弊 该男子已累积了2万新元 1万5千美元 至3万新元 2万2500美元的赌债 并希望自己实施绑架 能够迫使其亲属支付约5550新元 4200美元的赎金 相反 他的亲属联系了当局 当局在接到报告后 三个小时内找到了该男子 如果企图欺骗罪名成立 该男子可能面临最高十年监禁 罚款或两者并罚 需求疲软 中国通货紧缩解 可能只是暂时的 彭博社 2月份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7% 好于预期 是8月份以来的首次上涨 然而 经济学家认为 由于国内需求疲软的迹象 价格上涨可能是短暂的 去年 中国经历了长期通货紧缩 经济学家认为 除非家庭收入改善 房地产市场低迷局面得到扭转 否则通货紧缩压力将持续存在 北京已推出财政刺激措施 预计将进一步削减利率 和银行存款准备金 以刺激需求 然而 经济学家认为 这些措施不足以实现 政府2024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 苹果将在中国iPhone销量下滑之际 开设新上海专卖店 彭博社 苹果公司将于本月在上海开设第八家专卖店 这家科技巨头希望扩大其在中国的零售网络 新店Apple静安店将位于市中心 并将成为全国47家Apple专卖店之一 尽管最近iPhone在中国的销量下滑 但中国仍然是苹果的重要市场 拥有庞大的消费者基础 以及Apple Watch等配件的销售潜力 苹果计划在未来几年内 开设数十家新店 搬签店或翻新店 中国将通过修改法律 巩固共产党对内阁的控制 美国雅虎 中国共产党将修改一项 已有40年历史的法律 以加强对内阁的控制 国务院组织法的修改 将强调党对内阁的领导 并鼓励内阁遵循包括习近平思想在内的某些意识形态 此举出台之际 习近平主席寻求削弱政府的作用 并提升中共的地位 中国通胀数据显示需求回升迹象 香港股市坚挺 南华早报 周末的官方报告显示 中国的需求状况正在改善 香港股市周一上涨 恒生指数五盘上涨1.3%至16562.98点 高龄资本与博裕洽谈投资万国数据东南亚数据中心 彭博社 据报道 另类资产管理公司 高龄资本 博裕资本 和鼎辉投资 正在进行深入谈判 你向万国数据控股的中国境外数据中心业务投资5亿至6亿美元 总部位于上海的万国数据一直在扩大其在东南亚的业务 并一直在考虑出售少数股权 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其他投资者也可能参与该交易 万国数据在北京、广州、上海和深圳等城市运营数据中心 并正在扩大其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设施 中国的大型政策会议几乎没有提振大宗商品多头 彭博社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能提振铁矿石和铜等主要大宗商品的价格 令大宗商品多头感到失望 政府今年经济增长5%的目标 可能需要政策制定者公布的措施之外的财政刺激措施才能实现 政策重点是升级工业设备和鼓励人们更换旧汽车和家电 预计将提振金属消费 但受危机打击的房地产市场仍然是一个风险 北京正在寻求用电动汽车、清洁能源和高科技制造业取代房地产 作为新的需求驱动力 中国担心特朗普回归 但也看到特朗普获胜的机会 美国雅虎 中国官员正在为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及其对国家的影响做准备 中国政治观察人士认为 在闭门会议上 有关即将举行的选举的讨论可能会更加直接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他威胁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提高到可能引发两国经济事实上脱钩的水平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 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 中国经济已经面临着消费需求疲软和价格下跌的问题 中国的企业和官方部门可能已经在考虑应急计划 例如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开设商店 在那里完成货物以逃避税收 与此同时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布莱恩 黄表示 如果瞧拜登总统赢得连任 旨在遏制中国的多边 协调一致的努力可能会更加成功 世界 汇丰银行吸引亚洲超级富豪 在香港设立基地并提供一系列服务 南华早报 汇丰银行计划提高其家族办公室和数字银行服务的知名度 以吸引超高净值客户使用其私人银行部门 该银行将提供一套数字解决方案 支持客户经理为精通技术的客户提供服务 并将为富裕家庭和个人在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 提供投资和财富规划服务 汇丰银行在亚洲的私人银行业务增长强劲 截至2023年底 亚洲私人银行客户的投资资产同比增长18%至1660亿美元 中国经济衰退是阳光明媚的全球市场中的一大阴云 彭博社 彭博社的一项调查显示 投资者越来越担心 今年中国的经济问题将蔓延到其他主要经济体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动荡 根深蒂固的通货紧缩 以及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都是令投资者担忧的因素 调查显示 约四分之三的受访者 有些或非常担心中国经济问题 对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影响 四方峰会推迟 引发对美国在亚太地区承诺的担忧 南华早报 最近四国领导人会议的推迟 引发了人们对四国集团未来的担忧 但分析人士表示 该集团的相关性不会受到影响 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方机制 成立于2007年 旨在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近年来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 该集团的地位日益凸显 继4月和5月印度大选 以及11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后 四方领导人会议的下一个可能窗口期是今年年底 此次峰会的推迟很可能是出于国内考虑 而不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减少 虽然四方会议的相关性可能会受到推迟的影响 但其倡议已在部长和高级官员层面付诸实施 主要举措集中在基础设施、海上安全、公司伙伴关系、气候、健康 关键和新兴技术以及空间 四方致力于支持该地区的发展、稳定和繁荣 CIPRI报告 中国削减武器进口以更多地依赖自己的武器技术 南华早报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称 随着中国设计和生产自己武器的能力增强 过去五年 中国的武器进口几乎减少了一半 俄罗斯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占中国采购量的77% 其次是法国13%和乌克兰8.2% CIPRI没有提供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中国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进口有何变化的数据 近年来 中国一直在实现武器生产本地化 生产自己的战斗机和运输机发动机以及船用发动机 随着自身能力的发展 中国的武器进口预计将继续减少 在武器出口方面 中国向40个国家出售武器 成为第四大武器出口国 占全球市场份额5.8% 巴基斯坦是中国武器出口的最大接受国 其次是孟加拉国和泰国 有了新的授权和党的坚定控制 中国是否重新定义了央行 南华早报 作为已有42年历史的国务院组织法修正案的一部分 中国的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将受到更严格的共产党控制 该修正案预计将在今年的最高立法机关会议上 获得立法者的批准 此举出台之际 中国的目标是成为金融超级大国 并寻求与西方金融模式区分开来 人民银行的定位将更加明确 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强大引擎 重点服务实体经济 抵御风险 保障金融安全 中国人民银行还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包括人民币国际化 建立数字货币 管理资本流动 通过中国简报 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 包括媒体 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 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 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 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度brief.com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 Lawphorne Sea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卫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托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感谢观看